各位好 歡迎大家來參加第八屆CDPA辯論錦標賽 我是本場比賽主席 慈葉龍 本屆賽是由CDPA中華辯論女廣協進會主辦 以及多位辯論人贊助 首先介紹本次比賽賽之 本次比賽踩新式奧隊綱五五四整分制 也就是聲論只循五分整 結辯四分整 沒有額外三十秒的環通時間 計時員由辨識發言前開始計時 因發言之辨識經主席唱名後落於三十秒為進行發言 計時員將強制開始計時 主席台將在時間見滿前一分鐘按鈴一響請示範 將在時間見滿前三十秒按鈴兩響請示範 將時間見滿後按鈴三響請示範 計時請臺上辨識請示範詞發言 中華民國刑犯 刀線槍炮彈藥管制條例 毒品危害防治條例等 再來為各位介紹擔任本次比賽的裁判 在主席多首方則是鄭秋華女士 鄭秋華女士是馬來西亞企業律師 在本期正前方的是蔡恩嘉女士 蔡恩嘉女士是衣服生衣公司共同創辦人 在本期右前方的是趙映夫先生 會導啊 趙映夫先生是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 接下來介紹正反雙方辯士 正方由成功大學擔任 正方一辯郭信宇 大家好 正方二辯張浩翔 各位好 正方三辯黃佳倫 各位好 十辯由正方三辯男人 反方由台北大學擔任 反方一辯陳映童 各位好 反方二辯任益成 各位好 反方三辯許鴻凱二辯號 即便由反方二辯任 最後提醒大家 會有的不比賽秩序 比賽中起務鼓掌喧嘩 並將手機關機或調成靜音 比賽將於聯想後 一分鐘正式開始 謝謝 然後再提醒大家 來 同學 請 先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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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口径不一致 物证上又没有指纹 历审法官却都对于这类有利于被告的证据不予采纳 对于明显矛盾的疑点也都含糊带过而不加以确认 最终车而顺也被判处死刑 上述还只是等待执行的例子 在如正案下 他有不在场证明前 自白来自行囚的成为了枪下亡魂 因此当产车隧道失言 证据不是被筛选过 就是被创造的 此时又要如何期待上述或再审的制度 能够发挥应有的除错作用 至今为止他们两位都能在监狱等待枪决 多次被驳回再审 谈了这么多 对于儒正我们已无力回天 但对于邱尔顺 对于王幸福 对未来的每一个人我们都还有机会 接着第二种是主观刻构成要件的无法精准 无论是精神状态故意或过失的判断 手段的恶劣程度等 都大程度取决于法官新政 例如林经德案 他纵火烧死一家人 然而精神医学有所局限 难以判断案发当时的精神状态 2002年的案件却持续 2007年才进行精神鉴定 可以确定他具有格论能力 林望仁案 同样是纵火 在多加领了一本中度精神障碍手册 法院新政只采用长根医院报告说他没有问题 却不顾台大医院对长根医院报告的质疑 还是纵火 陈东荣案他久后和朋友想要报复不爱他的服务生 透过物理破坏来泄愤 因此对于服务生服务的饭店奏斗 却不知道他放火时还有其他人 也不知道饭店的逃生路线受毒 但法院却不认为其具有不确定故意 只因果实过大多人杀亡 而认为有故意杀人的动机而判处死刑 在这类案件里面 我们只能把法官当神 却丝毫不顾法官能作为神 即使是看似最大恶极的杀人 法官对于故意与否的一念之间 就会使被告献于生死之中 第三种是文化脉络对于最大恶极的不确定 就文化上而言何谓情结最重大积罪 在一个时代没有人说得清 也没有人应该有信心 1986年北上工作的邹族青年汤英生 被雇主剥削语言论霸凌后杀害雇主 令人法旨的罪行在当年 看似理所当然的被判了死刑 但进一步了解汤英生的身世后 在对原住民文化与权益界界重视的今日 我们又何尝不产生最深刻的同行 认为他应该有再一次的机会呢 在现今的刑法中 毒品交易、贩卖火炮、挟持非议都可以背叛死刑 但什么才是可以愉悦时代的罪恶 我方认为没有人应该有信心 我们如果选择一个没有死刑的世界 画面一转就成为了我们对于世界最深刻的温柔 1970年代不少女性为了婚姻家庭 担任丈夫的支票人头 最终因为支票跳票的普敦监狱 在当年没有人有敏感度能够意识到 这是个社会结构下的性别不平等问题 直到1986年 但法官杨建华才出面解除荒谬 提倡说法并罪勾成功修正刑法规定 并释放因票据法而入狱的女性票据犯 奏向我国普通刑犯 我国普通刑犯应废除死刑 谢谢 请反方二面上台指数 谢主席都好先确认你对于这个国家法治体系的想象 你觉得在一个国家立法跟判决的时候 我们要考量到未来的制度或社会有可能去进行变更 或者考量我们的立法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考量一个国家未来的可能性才能做现在的判决立法 这是你的立场 对吗 不是 是我们现在不管在什么时代底下 我们其实都没有办法确定当时代的整体的 当时代的社会氛围以及我们当时人民以及政府对于这个制度的决定是不是对的 所以你的决定是现在的判决现在的刑罚必须要予以废除 来迎合未来的可能性 呃 什么意思是这样 呃就是就死刑的部分而言 因为死刑误判的几率很高 不对不对 来中美我们确认一下哦 死刑跟其他刑罚相比有什么特殊性 因为如果赵林法处罚所有刑罚其实都应该要被除 呃不对不对不对 就是在于在于处理 呃对于这个部分其实讨论其他东西并不重要 因为 讨论 来中美 因为每一个每一个刑罚讨论它应不应该被拿出 都是应该对这一个刑罚单独的 呃单独的损益做出来的判断 而对于 中美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损益出来的结果就是误判这些事应该被踩断 我们这些时间对吧 好 停了 中美你有没有发现 如果票据罚我当时罚的是钱的话 那照你的说法 你也应该当时不应该罚钱啊 因为未来社会有可能会变更啊 当时我们可能会 我们可能会更注重女性的权益啊 那这时候钱也不应该罚啊 不是 当时跳这些罚就是因为他罚的那个女性扣除之后 他就是罚的是死刑啊 这样不要 所以我想问你嘛 嗯 照你的态度 其实所有的刑罚都应该要废除啊 因为未来有可能都会除罪化 未来都有可能会不需要罚这些东西啊 好 那我给你两个回论 一个 一样是刚才那个回论 就是没到底决定哪一个刑罚 应不应该因为这种误判的 这种文化误判的东西 导致出来的问题 的话 那其实都应该按照每一个 每一个刑罚 他们都有直接独自出来做出来的损益 而对于死刑的部分 因为我们劝赛 这个是第二个问题 这个第二个回答 因为死刑没有办法回复 而且他的生命一旦被剥夺之后 他就他就没有任何的救济伤事的权益 因此死刑我们所溢出来的结果 就是一定要非 我的直律时间不要打断我 听 都没有我确认一下 我用无期徒刑关一个人 我用时间刑关一个人 这个损失的时间怎么回复 不能回复对不对 但是他后续还有更多正义可能的死刑 并不会啊 没有没有 来 都没有我确认一下 你的制度是什么 就是你不要死刑 那你想要改变什么制度 无期徒刑不可假释 我们这边有论证解决力 都没有我往下再确认 你论点分三块 你觉得会有误判问题 第一个是你觉得法官在判决的时候 会先入为主 所以会有不当的证据缠纳 第二块论点是你觉得 有一些案件一定要做精神鉴定 但却没有做 第三个是你觉得随着文化的脉络 我们社会有可能会有所改变 因此现在我不应该判那个人刑罚 你觉得错吗 跟这个你觉得第二个 第二个是量行判决会有误判 就不只是精神鉴定的部分 呃 我觉得你没有讲那么多 但没关系 专门我确认一下 先入为主 或是说隧道视野的部分 王幸福 邱和顺 这两个人现在关在死刑牢中 有被执行了吗 呃 还没 专门你能告诉我 是为什么吗 不行 对不对 不是 是 就 因为 因为他 因为知道他就是 呃 就目前 目前我们就是知道 他就是有有就是有冤孕的可能 对 所以当我们 对对对对 或者是司改会不是都一直在 一直在上 一直在 所以当我们国家认为一个案件有疑虑 有上述空间的时候 我们不会贸然的执行 他造成一些故法维富的伤害 我方这边有 并不对 等一下 不是 停 我方这边有 国要有要的结论 不是 我方这边有资料可以举证 国家是 国家是没有合得小 这是我的权益盘 方便我往下再问 就是你说 呃 林翁人 还有一些案件 他当时没有做精神鉴定 可以拿判决书出来吗 对吧 因为 因为 对吧 你讲 林翁人 放火 然后还有一些人 他有 当时没有拿精神鉴定 跟我一下 好 呃 但是并不是判决书 我们是 那 你查资料 我问一个比较简单 我问你态度上的挑战 方便有 十年前我们国家认定了某一些罪行 应该要罚的时候 我应该是知道 这个罪行应该被罚的情况 请问为什么我在当下犯的罪 所以不能去罚啊 就在当时的社会脉络背景底下 那个行为确实是未被处罚的时候 为什么 这时候你应该要说 未来有可能是我现在不要罚你 我发在我们身份稿里面 其实就已经讲很清楚了 就是 对于死刑这部分 我们就是因为认为 当时的这个误判 而这个生命被剥夺之后 他没有 他没有任何救济可能 而 如果 而我们认为这件事情被评价是错 不应该这么样子的 我先 所以你还是觉得有刑法上的差异 但我待会会跟你讲有差异 那我检测一下你的资料 判识书 没有没有没有 我刚才就已经讲了 就是我们 我们对于李莫能的部分 我们这边是已经有案 这边是有案 一个新闻报道 不是 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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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今天这场比赛 是一个比较严肃的比较 我希望你 给我的是法院的判决 到底有个帮他做精神检定 你没有办法解释 这边是有案 谢谢主席各位好 在解释我方立场前 我方想要先解释刑法存在的目的 根据台上证 984号判决及监狱刑刑法确定 刑法存在的目的 只为了落实罪者相当于 一般预防的违和犯罪效果 这也是为何现行体制下 使用蒋超赌博 都只会刻以仿金处罚罪犯 政府也不会让罪犯上课 叫他们这样不对 984号判决论进一步指出 所谓的再交化 仅仅是只有在有企图行中 为了避免出入再犯的 特别预防效果 所以在死刑的定义效果 应该忧心台湾死刑对台湾社会的罪准效果 以及死刑存在所带来的威嚇力 而我方认为死刑存在 不仅对台湾的社会重大犯罪 具有威嚇效果 死刑的存在就是象征的属于台湾社会的罪 力能够被政府所保障 以下分数 第一 死刑存在能喝足犯罪 死刑是剥夺生命局的刑罚 也是我国刑罚中处分罪重的一种 对于一个罪犯来说 死刑的存在无疑会增加重大犯罪犯罪成本 也就是说犯罪犯罪动机或是目标 必须要高引死自己的生命 才会进行犯罪 我方将分三个层面呈现死刑 具有威嚇力的实证指标 佐证上述推论 其一 在台湾罪犯的访谈中 能看出死刑会对他们产生喝足效果 在台湾重型化刑事策略研究中发现 有高达七成的罪犯 表示死刑存在确实会使罪犯 不敢犯下相关的罪行 在直信访谈中也有罪犯表示 死刑的存在确实令人害怕 更有罪犯表示 当他们开始计划犯罪后 便会思考被判处死刑的可能性及后果 巴黎松是命案的谢一涵 更是因为希望能避免被判处死刑 因此基地配合检方调查换去减刑 由此能看出死刑 确实是罪犯心胜畏惧 其二 死刑的存在会降低罪犯的犯罪程度 当若仁犯下罪行时 死刑存在能够以后的避免 罪犯下更加严重罪行 以鲁倫勒索案为例 台湾早期鲁倫勒索案是唯一死刑的时候 每五件就有一件被撕票 而改为相对死刑的今日 鲁倫勒索案件中撕票的比例降为每十件 还不到一件撕票 判施程度大大降低 其三 多数统计性资料都显示死刑 具备写出威和效果 美国教授只在1973年 进行大规模统计分析 但排除经济破坏率等多个变因后发现 一件死刑的执行可能是整个社会的谋效率下降6.3% 后续的研究一解除没处决一个罪犯 可以整治疗18条无部的人民 另外佛罗里达大学研究更是进一步排除 种种变因的情况下 针对学杰各种不同的威和力资料进行研究 结果发现死刑的存在对于守恶犯罪 具备显著的威和效果 而对于陌生犯案并无威和效率 而如果我们检视台湾社会犯罪结构 进行分析可以发现 台湾的犯罪以守识犯罪占73% 也就是说在台湾的社会环境 能够死刑的存在具备威和力 由上述时针资料可以说明 死刑具备威和效果 能加丁重当犯罪 并把一般民众的性命安全 这方面有怎么能适合无见呢 第二死刑是台湾社会最得商量的罪例体现 所谓的最得商量是指轻罪侵罚重罪重罪 且罪行应该与犯罪行为相等的体现 当然我方知道要做到完全的相等是有难度的 所以我方刑罚定定会依据民众心中认为的严重程度 以及社会伦理逢契进行详细定定 这也是为何深受中方伦理影响了台湾 在杀害直系尊听署的罪者会有所加重 关于死刑之议题 历年民调显示 2008年有74%的一般民众 88%的司法与从业人员都反对废死的实行 并指出过10年后再进行民调 还是显示有高达72%的民众反对废死 在中正大学犯罪研究中心级犯罪防治器 所公布的2022年调查结果 依旧有高达9成的民众反对废除死刑 都显示多数民众对于废除死刑 上期时反对太多 而细究其原因根据2006年台湾社会意向调查 有将近5成的民众认识杀人者死 所以杀人者一定要被处理死刑 由此可见只有死刑可以平复民众心中的分开 满足人们对印象官的想象 进一步而言对于受害者家属来说 死刑更是一种慰藉 这方大学论文片指出 对于受害者家属此一身份关联性最直接的部分 是家属在受访中提及的不甘心不公平的感受 而死刑对于这些感受连结在一起 不见得是完善的受害人保护机制 我们不够替代 除了部分支持死刑的受害者家属表达不公平不甘心 而感到加害者亦继续有国家情报才能够得到平和 符合心中的正义感受之外 这些受害者家属意指出 死刑是风絮良俗动的一个环节 对于加害者个人而言 死刑可以迫使他理解自身的罪 对于家属在社会中造成的伤害并负起责任 不关乎美国幻觉学杂志 最终了美国自2006年至2011年 138案被告被判处死刑的谋生案的受害者家属 所以他们继续问卷调查时 结果发现有近四层的受害者家属都没有处决的死刑犯 但他们感觉到最英雄于生长 而有三层觉得事情对文化骰具点得到位解 有时候不可以发现 无论是对于一般民众或是受害者家属而言 死刑都是满无法感情的重要路径 中畅首述台湾普通刑罚中的死刑不但能威嚇犯罪 达到刑罚目的了 一般民众还能实现台湾社会文明价值 价值观达到罪责相当的刑罚基础目的 不我刚刚认为应该死刑 台湾死刑不应该被除 谢谢各位 请正方三遍上台之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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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這位同學女好,確認一下寧方的制度,寧方制度完全維持現狀 好,我做了很耿感 第二個部分,寧方的論點有兩塊 第一塊是想要威嚇到不同種類的各種人 第二塊是正義的體現,還有其他補充的嗎 沒有 好,那小先生先想確認一件關於正義體現的問題 為什麼對於民意來說 你覺得是一個可以考量國家政策的時候,應該有什麼考慮的理由 基於前面最值得想到的部分是我第一個想談的事情 然後第二個是因為民意長期穩定的情況底下 在沒有滿足他們應報官的狀況的時候 會產生出的另外一些理由甚至是問題下降 而應報官下降導致威嚇力的下降 這個地方依變稿是沒有說明的吧 是 那我先想再確認一個態度上的問題 像民方自己舉例的那個殺害直系寫情尊金署 在台灣會不會判更重的罪 你知道這個罪其實在台灣是有相當大的爭議的嗎 因為你殺害直系尊金署並沒有侵害更多的法義 我不知道,你可以跟他講解釋嗎 OK,簡單來說因為你說重罪重罪、侵罪侵罰 但是問題是這個罪根本就沒有侵害更多的法義 換言之 都是侵害生命法義 為什麼殺爸媽要判更重的罪 在台灣法界是有高度爭議的 換言之你媽說民意支持 執行檢註應該判死 還是加重正當性是什麼 我方常常談死刑 對於每個國家不同社會 我方常常會有不同的意義 是想要拿這個顏色 在台灣這樣子 沒有在解釋 我的問題是你為什麼要考慮這個意義 期待他後續有進度的解釋 好,就算要談意義 跟我方看一份資料 這份資料是法務部在民國97年做的民意調查 他調查的事情是 如果改採用我方的制度之後 他說由 五十六%的民眾同意 以終身監禁不得獎 也就是我方的制度來替代死刑 換言之 就算你要考慮民眾的罰感情 或者他的正義觀 這個制度是OK的嗎 我們要先去一個問題 是這個問題 你在對民眾定義叫好 他的問句講什麼樣子 他的問句是 如果要廢除死刑的話 可不可以用這個替代 還是這個替代的話 能夠完全的代替死刑 來來來 他的問題就是 對 以終身監禁不得獎 是替代死刑 看看下面表格 他問句原本給民眾看的問題是哪一個 因為他會找不同的答案發生 那沒關係 這份資料看起來 他問的問題就是這個 我現在講完這份的問句 講詳細一點 他就會問說 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沒見 然後勾 就這麼簡單 好 如果問題問的方法是不一樣 是假設我們第一個 第一個方法是 如果我們平常廢除死刑 如果要提出一個 新的替代方案的時候 可不可以使用 零方罪的政策 他說在沒有死刑的情況下 好啦 那我選這個可以 不對 對 他的意思是說 我今天問你整個政策 有很多 有兩種問 不然這樣 我覺得這件事情 就是在家一隊職權階段 可能各說各話 後面再請 那我想看照片也可以嗎 呃 您幫 你說 應該是您幫一邊講的那個吧 呃 這邊 這邊 基本上不贊助廢除死刑 如果我跟他說 願意考慮只有三四 三十八點四 OK 知道我確定一件事情 您幫今天作為 想要拿民意來支撐正義官的一方 您幫需要去解釋在各種不同的民意調查底下 產生的結果 產生的差異 如果還有差異的話 為什麼還能拿來支持死刑的理由 我沒有 這一份資料小姐 我問 我的小姐只是你要解釋而已 不要這麼緊張 好 第二個部分來討論威嚇力 在威嚇力的部分 民方所說的資料 包含殺一九十八謝伊函案 然後包含說 他在犯罪過程當中 會考慮到死刑 那如果他考慮到無期處刑不可講釋 同樣也威嚇到他 那是您幫要證 好 那我們來舉證 跟我幫他看第一份資料 我先確定喔 這件事情可以被證明吧 就是像這份 美國洛杉磯時報的說法 他說 過去關於死刑 與其殺人律的研究 都有一些錯誤 就是他們在本質上有缺陷 沒有實質意義 因為這些研究不包括 他對於其他刑事懲罰的影響 比如他並沒有考慮到 沒有假刺可能性的終身假禁 那一份研究小評估的一件事情 不見得會代表這個評估加進來 這會影響 沒錯 我們現在要講事情就是 我要把它加進來了 我們先來看犯人的說法 在台灣以前有被關的犯人叫做鄭信哲 他說了 他就在監獄裡面觀察 他們最怕的不是死亡 而是無止性的一直被關下去 因為被關得越久的死囚 他與家人親友接觸的次數 會越來越少 你覺得他判的死刑會比較痛苦嗎 還是讓他一直關掉他沒有未來 讓他老死的哪一種比較痛苦 他覺得是關到老死 關到老死 關到老死不是你們放制度嗎 對 所以我放的制度我仿想說 犯人也會怕 換言之你修 沒有啦 我比較好奇的是 正經的憑什麼這樣做其他人 他已經拿到什麼這樣做 不然 我再講 這是我要先解釋 他在心理上面怎麼影響 接著我們去統計上的資料 同樣是法務部的調查 他問了 他直接去問在先受審人 他問了400名前面有研究方法 他說有25%的在監獸行人 認為死刑對嚇阻嚴重犯罪的效果 叫終身監禁不得假釋大 反過來有75%的在監獸行人 認為終身監禁不得假釋的威嚇效果 叫死刑更大 好 好 我們這份交易先處理第一個問題 好請說 你受訪者是在監獸 已經關在裡面的人 錯 他被關了很長的時間之後 做出這樣的活躍 我方覺得是有詮釋空間的 好謝謝 上門的視題 發言 請正常人上門的成分 好的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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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各位 好 誤判英報 誤判英報賀主力 我們一個一個來談 先從賀主力開始談起 我們剛才實際在守直確定的一個前提 叫做對方便有所有的資料 其實沒有考量一個變因 叫做 終身監聽不得假釋 納入的狀況 而且我們前面也說明了 這個變因是 可以拿進來討論的 我們也舉證了 OK 所以對方沒有至少在目前這個階段 他們說明死刑有賀主力 但他們並沒有說明 呃 姑且不討論他們內部上面 內部論證有沒有瑕疵 至少目前 他們只有說明他死刑有賀主力 他們也沒有拿來跟 烏七都一不可假釋做比較 告訴我他的程度比較高 或者說我們需要到那個程度 因為賀主力這個東西最後的體現是在治安的維護 而我們證明了 這個烏七都一不可假釋 同樣可以達到這個治安維護的效果 而我們舉證的方式要拿重刑犯 對方沒有說 你為什麼可以拿這些在監獄裡面的人來舉啊 因為他們是最容易犯罪的人嘛 他們就被關進去了 他們本來就是一批 比較容易犯重刑的人 而他們比較怕被關 這是我方的論證脈絡 所以對方被人往下必須要去說明 他們這些 這一些 關於賀主力的論證 證明到有之後 怎麼證明到更高 而往下我們來談 他們這些量化資料上的問題 第一個對方被人舉那個 撒一九十八的資料 我們這邊直接就有一段資料說 部分專家批評說 他上面那個做法 他其實犯了一個根本錯誤 叫做這個 全美每年扶法 每年被判死刑的人 太少了 所以我們根本沒有辦法判斷 OK 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其實可以看到 這個是有關死刑與殺人犯罪 犯罪律關聯性之實證研究 我們可以看到 每一次做出來的結果都不一樣 有時候說沒有相關 有時候說其實有死刑更不太好 有時候說死刑真的有惡阻力 每次撤出來都不一樣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現象 其實很簡單 就是前面提到的 因為樣本數太少了 這也是為什麼 我剛剛這邊其實有一份資料在說 這個 其實有88%的犯罪學者 覺得事情其實是沒有賀阻效果的 為什麼他們會這樣覺得 他們是看到這麼多研究 每一次做出來的結果都不一樣 所以他們意識到這一件事情 處理完賀阻力 接著來談 對外朋友有另外一種賀阻力的途徑 叫做這個謝伊涵的例子 他說他們在裡面會 他在裡面會變得比較聽話 但第一件事情 就像我們前面談的一樣 用無極度性不可假是能不能達到一樣的效果 如果他在追求的事情是 在被抓到的時候我判比較輕 是不是我只要刑法有裁量空間 都能做到一樣的效果 進一步來說 我們透過死刑這種方式 透過這種刑法 我們創設一個刑法 用這個方式來壓人民 跟他說你乖乖配合真訊 這個東西帶來的效果真的叫做 幫助我們更容易發現真實嗎 還是像我剛剛談的 它有可能會變成另外一種 讓民眾害怕 讓民眾不敢違背國家機器的一種方式 嚇阻力制止我方任何處理完了 接著談英報 對方沒有說 對方沒有 對方沒有英報的論證前提其實很簡單 就是民意 但我剛剛前面就提到了 你拿家屬 你拿那個直系寫新的法條來類比 其實不太準 因為他本身就很多爭議 那我剛剛跟大家說爭議在哪裡好不好 是很多時候 我們其實常常 就像對方沒有提到的一樣 我剛剛講 在台灣的社會當中 其實有一些人他去殺人 他殺的是他爸爸 他殺的是他爸爸 所以他被判比較重 那他為什麼殺那個爸爸 因為那個爸爸會家暴他 所以我剛剛講 談的事情其實是 如果你只拿這種純粹的道德情感 來當作我們法理的依據 他常常會出現更多 在個案上出現的問題 進一步來說 對方沒有說 我們要換到符合民眾想像的 重刑的這個標準 那 在死刑的例子 我們殺一個人是有機會判死刑的吧 殺一百個人也有機會判死刑吧 那為什麼我們最多最多就到死刑呢 我們不能再多加說 我們殺他之前在鞭打他的幾下 我們不能說我們殺他之前 把他關進去一個很恐怖的地方 讓他更害怕 不能做這件事情為什麼 原因很簡單 因為 二 他有避害 他影響公義 OK 所以 陰暴的維持 民意的維持的前提 叫做 他本身沒有避害 那我們現在要說避害了 避害叫做誤判 OK 對方朋友對於誤判的第一層挑戰是說這個 為什麼你要拿未來的東西來決定現在 我方很簡單 我們又不是說不罰他 我們一樣用無期出現不可假設的方式罰他 我們只是留個彈性 這個彈性叫做 未來我們覺得這東西沒那麼嚴重的時候 我們把它放出來 不是說現在不罰他 OK 那第二個東西是對方朋友對我們誤判上面的挑戰 他說 我們又救不出 他放剛才那輪的說法有點像是說 你有要說明現況下有會被判死嗎 我們有啊 我們一遍稿就說 盧政就是一個會判死的例子 他根本沒有不在場證明 但最後法官還是定他罪了 那第二個例子是 那個 這個邱和順的例子 就也一樣 他就是用各種共同被告的證實來定他罪 而這個東西在現況下是存在的 進一步來說 我方認為他有可能會執行 為什麼盧政就會執行了 我們覺得 光是如沾這個意思就已然證明 其實事實上的瑕疵有可能最後那個人真的會死 好 謝謝主席各位好 先請提到第一份資料是你說 維赫立在每一次做研究都會導致不同的結果 所以他不太準了 這邊這邊有關事實上 你看他這個無影響 無關 他跟我們做的研究 因為你前面猜我的資料的舉證 叫做樣本數太少會導致結果不準 對 所以你這份資料如果樣本數也太少 對對對 我再說的意思就是 所有統計都不可能準 因為史奇麥就做得很少 不對 所以他這個在討論的樣本數 你可不可以舉證他其實是足夠的 沒有我要說的就是他不足夠 我要說明的就是這個 我往下問一下一件事情是 維赫立本來就對一些人有用 一些人沒用 對 我要說的事情就是證不出他有用 我先確定有些人有用 有些人沒用 對但你證不出來他也實際上有用 往下來討論第二件事情是 你該證明說 你覺得你們無期徒刑也可以達成很好的效果的 說法是用重刑犯的說法對我對 對 那我可不可以跟你簡證一下哪份資料 好啊好啊 這邊這邊這邊 25塊的在監送行人 你認為死刑對於副主要重刑的 好他說在監受刑人表示 就是認為死刑對於他們來說 就是效果沒有那麼大 那我先確定喔 他們是已經在監獄的人對不對 對啊 所以其實換句話說 對於那些沒有在監獄的人來說 還是有威嚇力的 什麼意思 就是 對啊沒有那些人不會被執行死刑 他本質上就不會考慮說 因為他已經被威嚇到 所以他沒有進入監獄 所以我先確定其實 不是 他只是 跟雲方剛才的說法就是死刑 可以讓有些人犯罪程度便利 你的舉證是告訴我說 那些人已經在監獄了 所以那些人對他本來來說 死刑就沒有一定的威嚇力 所以他才進入這個監獄 對啊不要不要 那至少這邊你在說的事情 也是有個黑術被威嚇 這個黑術你怎麼震的 你也沒有他 那我往下 要下一份資料 是你說 有48%的人覺得他沒有威嚇力 那份資料他是怎麼採集的 呃 他的說法不太一樣 他的說法是說這個 這個犯罪學教授 他們最後覺得 有88%的專家 這是權威啦 權威覺得說 統計每一次都有問題 所以他不信任這個東西 他說一向針對權媒 犯罪學家專家 調查指出 他調查這些犯罪學家 他問他說 88%專家認為 死刑無法降低 呃 謀殺率 那他是怎麼做研究的 他的研究方式叫做 呃 我說明給你聽好不好 呃 資料我想看資料 他是怎麼研究出88% 因為 我想看的事情 對 沒有我幫這份資料想要達到的效果 叫做 我們透過一個權威跟你說 這些犯罪學家 當然 在水里上本來 每個人都有各自的看法 對 但我要理解他這樣推論 那我先 那我先確定 既然權威都不相信 而你們沒有舉起他研究 就是有 那我先確定 其實在你這份資料 其實不夠精準 因為他們有告訴我說 他怎麼做出這樣的研究 呃 好啦我沒有提怎麼做的研究 所以我先確定 其實你沒有辦法論證 告訴我說 從專家方面 他覺得其實沒有威和力 呃可以啊可以啊 他上面不是就寫說 但這種斷言 他就只是說 88% 對 所以我們是不是輔助了一份資料 叫做他真的很浮動 就是這個啊 呃 我們剛才舉的賀主力 賀主力的資料 你說 那個牆寫的那一份 不是不是 是有關死刑與殺人犯罪率 關聯性之實證研究 每次研究結果都不一樣 為什麼我身為一個犯罪學家 看到這種結論 我不能看到這個東西 我不能下一個結論 那我問下一個問題是 你說會有56%的人 可以接受 就是用古期徒刑 不可假釋 就是你們的制度來替代實行 那份資料我想看一次 好啊好啊 因為那份資料必然是 如果他沒有告訴大家說 就是 除了剛才說的問卷的問法 會導致民眾在 的想法的話 有56%的民眾同意 以終身監禁不得假 是替代實行 他問法就這樣子 不是不是 這個是他的結論 他不是問卷設計的問題 哦 那你要告訴我他的問題 如果問題是 是現在沒有實行的 沒有 我確定 我確定 舉證分配上有問題 目前有 目前的說法就是 他說 這個是最後的結論 對 但你沒有提到他怎麼問的 我看到資料 他就說他這樣問的 不行你的舉證不能 這樣子下注 好了 你對我舉證有挑戰 但你不要有其他資料 第二層次是 如果問卷當中有告訴大家 他說這些謀殺案 他的結果都很嚴重 或者是 你去 可能分屍那些人 其實對於民眾來說 他也會有感官上的影響 也有可能導致他 這就是 想要支持實行 這就是我下一個問題 就是 那你為什麼只停在實行 一堆人來支持說 這個 殺害女童唯一實行 我這邊的結論 只要先下載 如果你的資料問卷 其實設計上 沒有很精準的話 都會導致最後民眾的 你說的可能 可以認為無期徒刑也很有用 如果你想要把結論下載民意很浮動 不是 我是說 你這份資料的 民眾可以承認 無期徒刑很有用的 結論是不準的 所以在廠商的效果 目前是 民意是浮動的 那我往下 有可能因為刑案變購 也可能變購 我往下問下一個 我就這樣回 下一個是盧正安 你有沒有判決書 因為 沒有 為什麼需要這份判決書 是因為其實法院在終局 沒有採用那些不合理的 刑求的證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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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師傑 謝謝 谢谢大家 谢谢主席各位好 我们现在处理误判的部分 误判的部分我方认为分成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都没有说有一些 当时收证上的问题 当时采用自白上的问题 但都没有解释到一件性是 法官到底有没有采用那些 你认为不当的证据 对吗 因为其实都没有说 证据收证上一定会有一些问题 但是就台湾目前的司法体制里面 一个证据要有证据力 它是由法官进行裁定跟衡量 并做成最后判决的依据 那如果今天这场比赛里面 你其实拿不出判决书说 到底哪个法官采用了不当的证据 那其实坦白说在结论上 我方觉得你真的是在起人忧天而已 法官早就排除掉这些 你也觉得很可疑的证据了 退步而言 其实在您刚所说的 王姓福案或是邱罗顺案里面 它其实都有共同点 就是因为这个案子 当时王姓福在发生的时候 他其实是有逃亡到国外 因为他很不信任台湾的司法体制 所以当时法官在认定上的时候 有额外认为说 你有逃亡的这一个想法 有这个动机 所以当时法官在认定上的时候 其实有额外认为说 你是不是有这个 其实真的有实际上的犯罪事实 所以你才会有想要逃亡 所以坦白说 你与王姓福丘的这些案例 我方也很难听出来 为什么你可以直接那么无断地讲说 你如何证明这一个人真的无罪 那往下来谈的事情是 纵使这一个人真的无罪好了 差异是什么 这个人执行死刑了吗 坦白说看起来也没有 而且其实照对方没有的说法 跟我爸的立场其实是一样的 当这一个人有疑虑 当这一个人的案件 其实还有再审的空间的时候 他发动再审 他发动非常上述 这时候我们就不能对于他执行死刑 因为在台湾里面 判决死刑跟执行死刑是分开的 所以这些案子 相当于我们说 假设他真的有一些误判的空间 他真的有一些还欠在讨论空间 这时候会有非常上述 这时候会有一些相关的救济程序的执行 这时候我们不会对他执行死刑 所以你会发现 这时候我方的制度 其实跟对方没有改的 无期徒经不可假设的制度 一样都是关在牢里面 其实没有人死掉 那在结论上 一样都是关在里面 然后最后可能等他 真的能够翻案的时候 再被放出来 结论上也没有差异 坦白说我方听不出来 那再来 退到最后一步而言 就是东方病毒所说 就是在未来的文化脉络上 可能有一些改变 所以我现在的法规 就应该要直接进行废除 坦白说 我觉得这跟现况 我对法律的理解 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比如说现况底下 我们的这个法律体系 就是我们现况下的 一个游戏规则 就是一个台湾的 一个法规制度 那如果你现在了解了 这个法律 你现在已经得知了 这个法律 这个法律已经定定在 此时此刻的时候 你还去违反 这时候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 去对你进行惩处 那当然东方病毒所说 像东方病毒所说 有一些案例 他是因为关在牢里面 OK 所以他觉得这些案例 如果我们把实行改变 一样是关在牢里面的话 后来可以去对 对这个当事人进行补偿的方法 可以变多 或者可以去对当事人 进行一些额外的补偿 那这个冲启量 也只是你在价值上的解决 你也没有在说明 台湾为什么一定要 展成这样的法律样态 更别提 往近一层次去挑战的话 你会发现 你把这一个人 关一辈子关到死 他可能20年后 他改判了 你把他放出来了 这20年的青春 你没有办法补偿 你一样也是透过其他的方式 透过金钱的补偿 透过其他形式上的补偿 来进行这些帮助之类的 那你会发现 如果对当病 其实也可以接受 在补偿的程序的部分 没有做到100% 没有做到100%的话 那其实我方也很好奇 那为什么你就这么执着 在死刑的生命不可回复 这件事情 你一定要这么克责 那最后来谈的事情是 我方今天在威吓力上的论证 对当病举的资料 大部分都是监狱的犯人 他们认为无期徒刑 不可假释 比较具有威吓力 或者说他们觉得 无期徒刑不可假释 比死刑恐怖 但大家要想 如果这些犯人觉得 关在牢里面很恐怖 请问他为什么要犯罪 不就是因为 他是关了之后 才感受到恐怖的吗 关之前没有感受到恐怖啊 所以我方觉得 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 你用狱中犯人的想法 来做威吓力的论证 其实相对没有那么精准 但是我方这个 美国Early教授的研究资料 他是直接用死刑当作的变印排除 然后进行其他的变印控制 结果发现 暴力犯罪率确实下降6.25% 当然对方没有会客户说 你的样本数是不够大 你的样本数是够小之类的 但其实你那个也只是 某一个教授突然跳出来的结论 他也没有在针对我方的资料啊 就是我方很好奇 到底是怎么下注说 我的结论一定不精准的资料 甚至是我方有进一步去评价 学术上确实有不同的资料美术 有些说有 有些说没有违和力 但我方的资料写的是 依据社会脉络的不同 如果你这个国家的社会脉络 是比较以那种杀亲人 或者杀任势的人为主的话 这时候死刑存在是有违和力的 可是如果是随机杀人乱杀人的话 这时候死刑的违和力会比较不明显 但他发现台湾的死刑现况 是71%都是杀任势的人 也就是说在台湾的社会脉络里面 其实比较适用我们那份违和力 确实存在的资料 在人命确实可以安全保障的情况下 你要是五过人命 你帮怎么比较 请盛发一遍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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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大 长期计时开始 对方病友您好 首先先询问一下 就是关于那个威和力的部分 就是宁方刚才讲到 就是对于那些什么随机杀人 或者是他有可能随时都有可能会去 就是他就是因为想死 或者是随便的原因 他想要去犯案 想要先确认 宁方有想要论证对于这些人的 对于这些人的厚度的利益吗 因为前面宁方对于这边的论证 是只有论证就是重刑方 会有厚阻的效果 就是对于这些 他就是随机杀人 或者这些人 他们不管在双方置物底下 就是宁方到底要怎么厚阻他啊 就是前面宁方的论证 不是也就只有新方 我方其实也承认啊 新方界有一群人 他完全不怕 但我要会厚阻的是 怕的那群人 如果你废掉了 那怕的那群人 不就出来乱杀人了吗 这是我的论证方式啊 就我没有在说 所有人都一定会怕 但我要威和怕的那群人 而且我告诉你是台湾怕的人 不是不是不是 那重点就是 就是宁方刚才 宁方刚才原本要论证 就是会怕那群人 但是为怕那群人 不就是理性犯罪的这群人吗 为什么可以额外去论证 就是随机杀人 或者是事前感受不到恐怖的这个论证啊 就是我方前面 我方不是举出了 就是我们对于重刑方这边的 就会论证他的克服力 就是因为他是可以感受的 就是他会感受得到威胁 不对不对 你的那份资料是讲说 我关在牢里面之后 我再去问你讲说 诶关起来可不可怕 这些犯人说可怕 但如果真的可怕 你当时为什么要犯罪 不就是因为 你犯之前都不知道 关起来很可怕吗 那我们要威和的不就是 犯之前的那个威和效果吗 不是对方被偶 我先问你 请问杀一个人 会不会被判死刑 呃不一定 对其实不一定 那请问他如果 他如果是再犯 比如说他杀了一个 杀了两个 杀了三个 他被判死刑 就是他就是重复 连续杀人 或者是有杀更多人 他是不是在 他被判死刑的 几率更大 感觉说他已经先杀过一个人 之后又再杀一个 判死刑 对对对对 就是你先 对吧 以政杰的案面来看 看起来 就是他杀更多人 他一定 就是以台湾现况底下 他更有可能被判死刑 你说杀很多人 更有机会判死刑 对对对对对 对吧 所以先确认 就是对于 对我们对于这边 威慌力的罪 是不是应该要 的证据的部分 应该要放在 对于重刑犯的 威慌力的解证 而我方的资料 我方的资料这边 可以更能够 表示这件事情 就是为什么 林芳可以 就是我方对于这边 调查是针对 重刑犯的威慌力 但那一群重刑犯 他犯的罪 是不自食 或是不自无其理解 不然林芳告诉我 那一群重刑犯 你调查的对象 到底是谁啊 因为我听起来 都是一些抢劫 因为他更容易灾犯啊 什么啊 不是 他灾犯可能 他可能出去在吸毒 出去在 可能抢劫之类 就是你有说明到他出去 灾犯的都是杀人之类的 不不不不 我方 好 我方认为 到这边已经劝后了 可是我觉得你不举证 然后用这样 要讨论很多人 我们今天本身要讨论的 就是对于那些 很容易犯罪的人 他们到底 怕不怕死这件事情 而我方认为 他们更怕的是 被关到死 而不是怕死 好 那往下想要先确认 就是 你方对于误判的部分 就是 王幸福 王幸福的那个 就是 我方这边有资料 你不是无情平不可假释吗 他也不会出来再犯啊 不不不 我方这边可以请 就是 我方这边有资料可以检证 就是我们现况底下的高检 我们现况底下的私改会 是有解 就是可以帮助越狱平反 而我们却写平反了很多人的资料 就是 哪一个被杀的 所以我没有办法平反 而你能平反的 没有对不对 你讲的就没有被杀掉的啊 不是不是不是 就是 当然被 像卢正 他已经被杀掉了 那我们当然没有法解救 但他是有罪确定的啊 不是不是 你拿判施出败你觉得哪个不合理 不是 就是我方 我方 据我方这边的理解就是 就是罗正他就罗正他就罗正他不就罗正他不就罗正他是因为他他他没有保留DNA检定以及他当时只是单纯以那个鞋带就是 不错因为当时那个犯人死掉的时候他是被罗死的当时这个犯人死掉的时候没有死 你确定是罗正做的 你拿判决书出来不 你这样跟我说 因为这个判决书已经是连带过久的判决书我们被 我有啊 我等一下打给你 好 那你方记得那么想要判决书那你方拿吗 不是你一直想要解决误判问题你又不愿意诚恳跟我讨论我觉得这样不合理吧 不是 我方在这边叫跟尼方确认的东西是 叫尼方刚才讲的话 听不出来他真的是罗正做的 只听了出来 那个鞋带是罗正的 那个东西是罗正的 但是我们没法确实他 他再查鞋带又是他的 他又是罗死人的 不就是这样吗 请正好三面上台真的 谢主持人的回答好 关于误判的成立与否 其实有些时候需要判决书的时候不需要 三看中央没有态度 他说在卢正以及王信甫这两个案子 他认为他有罪的理由是什么 在王信甫他恶辩的解释里面叫做因为他逃亡到中国 所以法官认为他有犯罪的可能性 所以他有需要逃亡 诶 那个时候台湾的司法已经对他有这个穷穷恶极 不是 不是穷穷恶极 这个台湾的司法对他有大量的追杀 这个时候他觉得自己是误判 所以他逃亡到中国 你恶变说他拿这个东西让他定罪 这个东西就叫做法官的态度 那卢正案的例子是什么样子 他刚刚自己说的哦 他说因为那是卢正的鞋带 他拿鞋带勒死人 那因为已经是他的鞋带了 所以不需要做写信检订 不需要做DNA检订 确实你判决书等下马上来就会知道 他确实在判决书里面是没有做DNA检订的 那那是他的鞋带 代表是他勒的人吗 这个东西就是法律判决的瑕疵 如果我知道任何故事 你法官判决书写出来都有他的理由 他会讲一个故事 可是这个故事合理不合理是另外一回事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论文资料会指出 所谓在法律上面的文本分析 它不免会带有分析者本身叙事性评价性的色彩 他所说的色彩的故事 不代表他的真实存在 换言之如果人不是卢正杀人了 另外一个例子在邱和顺的例子里面 我发现这个查出判决书的 在这个判决书里面 邱和顺其实一直是没有直接证据的 法官认为唯一的直接证据是什么 他的这个口供自白 可是邱和顺也斯改会这些救援学会都说了 他是有被刑求的 自白是具有不任意性的 在台湾不任意性的自白是不能被采用的 但为什么法院采用呢 他的判决书里面写到说 因为即使录音不完整 即便部分记载显示警员口气不佳 或有较大声的音量 甚至下一页明显显示到 他有这个电极他的这个行为 问题是他说 因为警方很大声拍大声 前后对于刑求的描述是不一样的 而且被这个被告 他前后所做的的口供是一致的 因此认为他没有刑求 这张同学你认为这个判断是合理的吗 所以到这个地方为止 我方认为我方只要证明成功 他有误判的可能性 我方认为可以证明他有机会被误杀 在卢正的案子里面就是卢死 那况且在王姓平和邱和顺的这两个案子里面 他说他还没有被执行 你说为什么他还没有被执行 他已经经过了多次的再承跟非党上诉 问题是他目前为止仍然被关在监狱里面 随时等待今天法务部长的一个性情 好像甚至是政党轮替他想要执行 他就可以被执行 这两个人前面还有十几个司机犯在派对 他当然可能还有被执行 这是原因什么不知道 但是好像证明了他在实务上面 是有被高度被误判的可能性的 回过来处理威和力的问题 在他方恶变的声论里面 最后处理威和力的时候 他的说法叫做 我方回到我方美国的资料 矩证比较精确 可是这其实是回到第一层工房了 美国的资料 你都纳入我方的资料去做比较 其实没有 所以他们对我方这个资料的挑战是什么 他说75%的在监受刑人 更害怕无极对不可假设 所以他们两个人就被关了 我方告诉他为什么这个资料比较精准 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像我方刚刚上远的直律所说的 你在台湾 其实你初次犯罪你有悔意 你是不容易会犯死刑的 因为容易会犯死刑的 其实都是多次犯罪 罪大恶极 法官觉得他不会再违害那些人 所以对那些人来说 在监受刑人害怕 这个是有意义的 那为什么要再调查这些受刑人 诶 犯罪这件事情不是 正常人想犯罪会想去犯 正常人会有一些普遍的道德观 一般的民众 所以对于这些已经愉悦的道德 他想要去做犯罪刑 可能属于寻仇 可能属于随机下的某种目的 他想要犯罪的时候 我们才需要去考虑到这些人 对这些人的威嚇力 才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 我们要讨论的事情是对整体社会的治安 我发生这种事情 叫做在无情主义不可假释的情况底下 有这个配套措施 在我方的世界底下 为何力可能会更好 或者是跟现况底下 差不多 我发生这种方法只要下到这个结论就OK了 那最后处理应报的问题 在应报的处理上面 我发生这些不再跟当真了 只是比较关键的守着那个问题 你今天用应报 或者是民众的正义观 对于他们判处死刑的正当性到底是什么 我发生就很惹了 比如说被害者家属 会得到这个赌偿的心理 在邱和顺的案子里面 他的被害人 叫做一个六岁叫做入证的小男童 他的父亲就说了 全程都有证据 何必行求 我可以接受我的儿子死于非命 但是我不能接受 凶手竟然无法执行事情 这个东西叫做被害者家属的发感性 我知道你说很多人是很气愤 问题是你这个气愤 如果要拿来当做一个立法理由的话 其实对于自己的误判 对于社会上的这个呈现 误判的发生的可能性相对也会更高 所以到这个地方为止 其实我们要谈的事情是什么 是我们一边所说的 当你国家的制度 随时有可能出错的时候 我知道你说你要把这个印报的报复责任 交给国家政府 问题是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国家政府 我们有没有权力去执行这个剥夺 他胜于权力让他完全不可能有违逆空间的刑罚 我方认为在台湾的这个司法底下是不行的 原因就是因为我方前面所论证 告诉大家说 现在那个司法有许多漏洞 他存在的陷阱事业 他存在的载程跟非党常说 不断地被驳回 在这个情况底下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对我们这个 台湾的司法提示有信心 你认为可以把这个印报官典交给他去执行的 在这个情况底下 我们认为我们的司法应该有一个更谦卑更坚逸 更无罪推荐的角度 去判断说我们要不要留有这个死刑 我们认为这才是我们国家应该要走的道路 谢谢各位 谢谢主席 各位好朋友们你好 这么想听跟您方要一个例子来讲 有没有哪个例子被因为误患而真的被误杀了 我想说如正的例子 你拿出来 你没有看清楚对吧 对 我没有看清楚 那我这边有票 我这边给你看 他说因为他看清楚也有写得很清楚 因为被汉人几部没有剩血 被汉人几部所构之提个样化 跟无出血有上法无法医研究所第1761号韩和平 你写带未占写基本属正好 所以然后他没有帮你写在流起 所以就写带在卢政本人身上 他拿这个当卢政犯案的工具 不是 我刚刚说的 鞋带是他的 鞋带他身上 跟他实际犯罪是两件事情 对 对 是不是他的 不是 好 那你告诉我这个犯 你是哪一个是会符合您方对误判任何一个方式的权势吗 其实我的意思不是说他一定不是他 但我的意思是你没办法说你一定是他 在这个情况底下 在正常的司法体系当中 我们应该要判断他是无罪的 懂我意思吗 因为我跟他讲 法官的判决书写出来 一定有法官的理由 他可以采用他认为合理的方式去写你的故事 但这个故事我们一般司法界的人看的不合理 所以我觉得不合理 死感会觉得不合理 再跟你讲 我判决书还有写另外一条证 他不是单一证据的参嘴 判辱证 第二个是他奴政他本人的汽车 什么上胎痕之类的都吻合 然后他也开验当场的 案发现场的汽车也是可以 那个农地汽车也是可以开上去的 这是判决书这边没有错 对方同学画的地方说 当场开验汽车可以上农地 对对对对 有看一个比如说照片复决和平 在那边气势是合理的 所以 这跟你刚刚念的完全不一样 他没有收盧政的时候 我想提到一个是 这一份判决书里面 你觉得哪个地方是有问题的 他没有提到说 盧政如何具体到那个地方做完就是问题 没有提就是问题 好好好 确认到这里好 你对盧政案的问题是这个 我想往下请教 还有没有说以这个领外的 好 先问一个问题 还有没有其他例子 邱尔顺 邱尔顺 我先请教你 为什么邱尔顺 现在还关在哪里 是不是因为他一直在上诉 对 已经被驳回了 因为台湾的 就是台湾对于死刑执行的时间 其实没有一个决定性的法律 说我关多久后死刑 驳回的信要驳看 驳回的资料 对 他确实驳回了 但是我觉得你不会期待提下 他限量所思法就是在跑 因为据我所知是完全没有 但我方便可以提到 我看一下 好那我再请教你 邱尔顺 那一整份判决不同 你觉得哪里有问题 他有问题的地方 就叫做他的关键 像我刚刚说的要有关键性正确 你刚刚说的是 犯人本身 邱和胜本身的口径 前后的供书都是一致的 哪里有问题 反观拿这个来判案 哪里是 因为行求需要有任意性 他才可以是一个有效的自白 换言之他在自白的过程中 他说我有犯罪 应该是要出自于我完全自由的情况底下 问题是在这个案件里面 但没说提到 他哪里没有自由 他哪里被行求 证明在哪里 我那点已经 不好意思这个地方可能有点粗俗 他说录音一文中嫌 难可以看出警方 有强暴威胁的方式询问 例如欠稿 还是我们要再玩一次 干你娘叉叉 他妈的叉叉 他妈的叉再来 再一次他妈的分语 他从这个录音过程 把他从判断出 修华顺有被行求 法官有没有采用这段证词 有 哪里写的 不是 这整份官 你现在拿下来看 整份判决书 没有主观的 没有特观的 没有特观的 没有采用哪一段 然后被逼用的证词 那往下请教你第二个问题 好 你要不要看 往下请教你第二个问题 死刑定验到执行是不一样的 两件事不会吧 死刑定验到执行 是不一样的 死刑定验到执行不一样 那我想请教是 但你一方觉得文化脉络 会决定最大二级 这个事情到底长出什么样的 情况底下 现在实刑 刑法和实条 审判的实料要件 哪一个被判死刑案 你觉得在往后的社会脉络 有机会犯案 有机会觉得他没错 你说在文化脉络上吗 对 我方先讲第一个地方 是在我方讲票据法 那个例子里面 我想问的是 现在被判死刑的案子里面 你觉得哪一样 以后有机会在文化脉络 要承认它不对的 你说现在吗 现在的任何案子 这个地方我承认 我没有办法做一个很好的描述 就是到底哪一个 具体哪一个 所以你爸只是想拿一些 比较轻微的例子 告诉我说有些事情 会因为厚实民情而改变 这些看似轻微的例子 在当年是强烈的 背后人因是想那些原因 有没有可能使得时代的烦恼 你犯有证到这个程度吗 我方没有打算证到这个程度 我大方的承认 那确认到这里 其次是 我方后续去读 告诉你为什么那些死刑 背后不可能 我后面又改变它的最小 好 往下请再提交一个问题 您方的物观 这一次就是 官到 讲到判错啦 官到死这件事情 对他是不是有情感 对 因为你他后面告诉我 选择手段的手段 没有避害手段 不是没有避害 是有弹性的手段 好 有弹性的手段 那你方弹性在哪里 好 弹性就是 弹性就是 他的代程非常上述 提出心事证的可能性 比方来得更高 可能性高在哪里 他时间拉得更长 就是我方 这一段时间没有什么改变吗 我会透过很多的方式去救援他 那不是 你方要我举出 他现在有什么心事证 对吧 对 文化可能改变 或是证据可能改变 好 谢谢 你方有证吗 谢谢主席各位好 先谈第一件事情 像圣洁这种被直接杀的人 或者是像曾经火灯 他是机车行老板 结果有女生去机车行的时候 然后他突然起了一念 就跟他员工一起去强奸他 最后还分尸了 这些最大恶极的人 其实在他方世界下 都做出了残忍的事 这时候他方到底要不要 他方的态度到底觉得怎样 其实他也是觉得应该处罚应该要杀的 所以他最后才是告诉大家说 其实他们也认为应该用刑法去处罚他 那这些人其实他都没有存在误判的可能的时候 我先收合就告诉大家说 这些人没有误判 其实得力方其实是我方 应该用废除死刑的方式 那往下来谈他刚才举证的方式 他说在刚刚的例子里 就是会有警察逼供 可是这件事情是在就是77年10月1号 有警察用非法逼供的方式 用什么再玩一次干你娘之类的说法 但这因为没有证据能力 所以最后没有被采用 而本院最后使用的证据是10月9号 10月12 78年1月27的这些证据进行判决 所以其实在非法的证据上 在实物的上面 确实法官会排除这些不合理的证据 那往下进一层次来讨论 其实是就是除了我们有证明 司法上有很多你在成的机会 那就算你真的有疑虑 像是秋顺河案或者是其他案 就是他们都最后都性格还在劳力 就是因为我们认为 他可能会有一定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再继续慢慢的看这件事情 所以我纵使可以承认 他会有一来是误判不确定在不在 那纵使承认可能会有误判 那对于误判的救济上 其实我们也有一定的司法管道 或是一定的行政救济 那就算这些救济可能存有一律 我们也会打场时间来看 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做错事 所以未必会找到误刹的结论 所以其实在误刹这件事情 其实对方真的没有证程 就是我退一步承认的误判 但真的不会有误刹 那儒正的案例当中 其实我们刚才的答辩跟直询也已经解释过了 就是他是有排出那些不合理的证据 最后做出那样的结论 所以对方同学在举证责任上 要进一步用资料举证告诉我说 儒正确实是真的哪边原因上面出错 所以被导致误杀的 因为他这边的工房科则只是告诉我说 你的判决书上哪边好像写得不够清楚 但这件事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 没有落实成功 因为他应该要自己证实到 确实那个人真的是因为某些不合理的原因被误杀 所以在误判误杀上已经讨论完了 来谈第二件事情是 他觉得在文化脉络或时间脉络拉长之下 会有一些事情 之后可能就觉得这个人不用判到死刑 或没那么严重 但一来事情是很多 照你的逻辑很多刑法 都有这样的问题存在 你之后时间拉长 脉络拉长都可能 你需要进行评范 那你怎么评价 前面就出过 其实你没有进一步诠释 第二件事情 像是现在会判死刑的人的样态是长怎样 是你有外犯罪 或者是你妨碍性自主罪的这种人 这种人并不会因为时间拉长 或文化的改变 你妨碍一个人的性自主 这件事情本来就很严重 并不会因为时间的拉长或文化的改变 真的就觉得这个人不能判死了 外犯罪义是如此的概念 所以在死刑的人的样态上 其实我刚想要告诉大家的是 现在的那群人会被判死刑是真的有道理的 那往下一步来谈的事情是 往下一步来谈的事情是 为什么我们认为真的应该要留存的死刑呢 一来是犯人在本身犯案的时候 就已经否定了法律 他去做出了非法的事情 那其实对方刚刚上面也已经说了 他也可能会有一定印报官的概念存在 所以他也觉得可能无罪就不用罚 然后有罪就要罚轻罪 轻罚重罪重罚这件事 那我刚想要告诉大家事情是 这个印报官的满足是因为人民对于现在的社会治安 或者是对于我们犯罪律的想像是有一定的描摹的样态 那唯有透过这样的印报官去符合的时候 人民才可以真的地放心 才可以真正对于威吓力会有往下一步 但是在史栏上也对于威吓力真的会有一定的效果 那对方当然中间出了很多乱流告诉我说 可能就是哪些学者说这些威吓力不够准 但这件事情的结论是要回归来谈台湾社会结构到底有没有威吓力 因为他其实一直没有进一步的拆解是 我当然知道你可能说 有些资料说这些威吓力不显著 但那些资料不够准准是因为你要回来 分析台湾这些犯罪结构是 他们都是针对熟视的人去杀的时候 有73%的案例是这样的时候 到底我们的威吓力在我方的史栏资料下是有的 对方队,你好,我确定你刚刚在身份做的事情 你其实就是一个一个论点对起来然后做比较嘛 对,OK,好,那我们一个一个确定 第一个问题,郑杰,你刚刚说这个,我们两个都觉得他最该万死 你有证他最该万死吗 我们一直以来太多是说不用嘛 因为他杀了人对他最大万死 还是你觉得他哪边不用死 所以你证明方式叫做他杀人所以他该死 但为什么,没有说明 法律鉴定上你要提出哪边不可理 所以才会导致他不用死 OK,我确定到这边就好 第二个,你直接收割说 郑杰这种该死的人叫你的利益 那我想确定,你定一个刑法的时候 只会罚到这种人吗 只会 那你要网上论证说法哪种人 而且这是不合理的 你有论证成功 对,所以我先确定 在判决里面至少死刑判决上 不是只有存干有 但至少我可以承认 OK,OK,两种都存在 但是至少确实我们的利益已经先正在了 对,两种都存在 然后你没有说明为什么这些人该死 等一下 OK 等一下,两种人都存在 但我有证诚这群人干法 好,好 像是陈警火干了利益 你说他很凶残 但你没有说很凶残 必然表示他该判到死吧 OK,我继续问 因为法感情 好 对啦,因为法感情 OK,我继续问 第二个 第二个问题 你说这个 秋和顺 我们再一起看判决好不好 你有吗 这份不是秋和顺 这是秋和顺 这是我借你的 哪个 来,我们往下继续看好不好 他说这 对,他就采用检查署的征询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知道为什么检查署的资料他用吗 检查署其实在警方后面 可是警方的那些证据没有被用 因为他不合理 刑求的重点不是 他被打他会痛 重点是他怕了 你要怎么期待他在后续会帮共 那你有没有论证他真的怕了 对啊,没有,你知道他怎么证了吗 他的证法 来来来来 他说若检查官有意刑求 何得来受训人随意帮共否认犯罪之理 又检查官训问乃在发现真实 以其之物权横上女行求之理 他有说这个人因为这些事情怕了 他的证法叫做检查 他的证法叫做 检查官这个重点要发现真实 他不会刑求啦 他说没有刑求的状态 他说没有刑求的状态 他可能没有这样讲 没有说 就是有这件事 我确定 我确定你方态度 你觉得有被刑求 是民众、人民 被罚的人要积极证明的 对不对 可是没有检查 检查官要积证明 已经被刑求 谁证明的 后面他没有被影响 是谁证明的 不确定 我确定 后面没有被影响 是谁要证明的 你回答我这个问题就好 我从你的资料就已经说 这些证据没有被采用了 没有被采用的前面 我问的是后面的训问 可以被采用的理由是什么 谁要证明 训问可以被采用 那你要告诉我说 为什么不能被采用 我的说法叫做 国家在前面已经对你用过暴力了 你怎么期待他后面不会判 后面的人没有用 代表他 不是啊 他会为了他自己 不想要被判断的行 当然会讲出我真的得到真相 没关系 我问到这里就好 下一个问题 所以我给你解论是 那后续不会因为前面有问题 我不认同 我不认同 我解采是反回论的人 因为那个人会想要 不想要被判斥 所以他会积极地 沉浸自己的问题 没有我不认同 我方认为他反而会觉得 积极配合才有机会 OK 他会想要沉浸自己的理解 没关系 我继续问了 后面你这个 这也是为什么 会有非常暂时那些例子 你可以再说明一次 你刚才证明有贺阻弊的方式 叫做 台湾大部分都是杀熟悉的人 对不对 这个东西跟他们会怕死 有什么关联 好 这边可以直接举个资料 其实刚才可以举个资料 就是第一份资料是告诉你说 台湾结果是73%的那份 然后 哪里 他写什么 等一下 哪里哪里 好 就是 他统计犯罪被害人的类型 那犯罪被害人的类型 跟这一种类型的人比较大死 管理在哪 就是 他说在杀害 我知道 我知道 是三十集 已经确定了好 我们现在来看 此行为的作用是工具件的犯罪 然后在这些犯罪当中 会产生 会产生社会关系的维合 然后这边有写 什么意思 就是 受害人和犯罪之间的社会关系存在是其中一个来源 然后他加强了处决对于工具性杀人的威吓作用 所以他在 他在跟有关系的人的状况底下 有执行 然后他还执行 你只要做一个威吓力 资料上的程式告诉你说 我的说法是 对于杀熟事的人或社会结构是这样的 我的意思是 如果这一种人比较容易被嚇阻 为什么资料上显示 反而杀熟事的人比较多 因为他跟前面的逻辑一样 因为他一开始不知道这些法律 因为他的严重性 所以他不知道 那他怎么会怕死啊 而且进来之后 他会有二度威吓的功能 二度威吓我刚刚就拆了嘛 不是 行球也有二度威吓的效果 要不要行球 谢谢 谢谢 拍 第一阶段比赛到此告一段落 本期宣布的影响三分钟后 由反方先行截别 请问裁判先生您是不是敌人 这样的顺序是会希望的行 不让我先来 好 再来 我再来 去上去吧 自己的 快死去 那对不起 好 谢谢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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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 快死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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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 先澄清一下刚才那个 威和力部分讲错的地方 就是我方说的是对于杀害熟视的人来讲 死刑的存在确实具有威和力 那为什么台湾的现况 仍然是以杀害熟视的人比例偏高呢 其实这个结论本身不能挤倒我方那个推论 我方仍然可以去说明说 虽然现在的比例仍然偏高 但如果你死刑废除掉了这个比例偏差会更严重 因为会更多人跑去杀这些熟视的人 这是在统计上资料以然能够下出的结论 OK 那你在结论上告诉我说为什么台湾仍然有这个比例偏差 那我现在跟你讲如果你死刑废掉了这个比例偏差会更多 会有更多的人跑去杀这些所谓熟视的人 所以威和力的部分我方仍然能够去讲说我们能够去保障这些无辜的人命 好 对你来说假设我退到最后一步而言 你认为那些人不该死 你认为我方确实错杀了一些人 这些也是无辜的人命 对于政府而言我们应该如何做选择 我认为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 你虽然像卢正的案例或是 卢正案例你其实也没有讲说他真的是无罪 但邱和正案例你讲出了一个故事 讲说他可能是行球之后后来又陆续受到影响 所以才没有办法讲出真实的想法之类的 但坦白说在那一个人的环节里面 其实我刚才念那个资料 他在十月初的时候被刑球 然后十月后面几次的时候又在做了自白论述 那邱和正案说这时候后面的自白论述 他还是会怕所以他不会敢说真的话 但他在七十七年一月的时候 也有做一次少年监管所的自白论述 所以说他之前其实有做过一次 然后可以让警方去 可以让法院去将他定罪的陈述 所以在这时候其实当然是对资料的问题 现在在提前其实不太好 但我方想要谈的事情是 你去用这个法院的判决 去另外编出一套逻辑去讲说 会不会有这样的结论 然后就说这个人要获判无罪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 你在谈的事情跟现在台湾的刑法体制 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因为你要想哦 照你所说的 如果法院永远都只是在编故事 法官在说的永远都只是一种可能性的话 那其实这一场比赛里面 或说在整个台湾的刑法体制里面 任何罪责其实都不应该罚的 因为这终究而言也都只是 我们认为他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认为为什么他做了这件事情 我们在推论上认为可能 郑杰真的杀了人 而不是可能大家都出现幻觉之类的 你会发现你永远都可以去 指射有各种故事的可能 各种故事的样 但台湾的刑法体制 为什么需要长这样 为什么需要去拼凑出这个故事 因为收政困难嘛 这件事情只有法院才能做嘛 所以当你要还民众一个正义 要给家属一个清白的时候 你只能透过政府的力量 去介入去尽可能的拼凑出任何的可能 并且在从中选择出一个 能够还原事实的一个结论 当然在卢正案里面 卢正案里面我觉得是一个更准的例子 因为这个人确实被指尽事 这个我方承认 但是在这一个案例里面 你有没有办法告诉我另外一个推论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很明显你也没有办法 你只是说 这个人手上绑鞋带 然后鞋带的勒痕 刚好跟这个人脖子的勒痕一样 然后你觉得 搞不好大家都穿鞋带 为什么那个勒痕一样 一定不是这个人犯的 你只说 为什么你可以这样说明 但坦白说 在这个案件里面 当我们已经能够证明说 其实那个车子是能够开上去 就能够处理尸体 而且卢正的鞋带 刚好跟勒痕的痕迹吻合 上面也没有血迹 刚好符合这一整串论述的时候 我们就有权利去将这个人定罪 那为什么在一个刑法体制里面 我们要重视民意 为什么要重视这些 民众所在意的正义官 像普通我方所说的 你去谈的那些邱和顺 你去谈的那些王幸福之类的 他们在我们的刑法体制里面 有很多的权利救济管道 可以去保障 可以去保障他到最后不会死 甚至是你其实某种程度上 你也承认有一些政治因素 有一些民意因素 因为应报的观念 除了轻罪轻烦 重罪轻烦以外 他其实还包含一个隐含的观念 那就是有罪要有罚 无罪要无罚 所以我方是个大胆承认这件事情 那在这个观念底下 其实民众也希望 这一群人能获得轻烦 他也希望可以获得事实的真相 所以他也不会希望说 这一群人就一定要死 这一群人就一定要 一定要给我一个交代之类 你会发现在这样的论述底下 应报官跟你在谈的东西 其实是不冲突的 反而是我方能够权衡整体利益 以上 大家好 这张同学 这张比较最后的比较 是告诉我们 说在这些被误判 他们有救济层 他们有曝光的机会 问题是有曝光的机会 跟实际上面 他们会不会救出来 这完全是两件事情 如果他们反正 最后捷辩所说的 吴正安最后被杀死了 这个时候你要当着秋和顺 你当着王幸福的面 跟他讲说 我们看到你了 我们来救援你了 但是我们目前来说 无能为力 你仍然是一个被等待执行死刑人的时候 这个比较有什么意义吗 有任何现实指导的意义吗 我方实际上是看不出来的 回到场比赛 在应报的观点的部分 我方其实最好想谈一件事情 其实我方也不再想证明 就是我方可能还是民意的机体 问题是 关键的事情 是我们在打一场辩论比赛的时候 或者是说政策制定的时候 民意能不能拿来当作 支持死刑的理由 我方认为是不行的 不行的根本原因 就来自于这方统统 我们今天这样比较论的态度 先回过来处理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态度是在误判处理上面的 我们说秋和尚可能有误判 说王姓可能有误判 说卢盛可能有误判 当然他们是不是一定不是犯人 我们不知道 只是我们在一个民主法治国家里面 我们要保持着无罪推定的原则 至少在那些证据里面 没有任何的直观证据 可以直接证明他是他犯罪的 只是一些间接的证据 例如行穷 问题是行穷不具任意性的时候 我无法去他内心的真实意思 换言之这样比赛的状态是 这方统统统想为这些人 为法官脱罪 我们讲做的事情叫做为他脱罪 而判断的标准就在于 我们认为法官他终究是在 用他所收集到的证据 去做出一个合理的故事 那他们说了 那你们要废除台湾所有的刑罚呢 我刚刚当然也没有这个意思 因为在很多的故事里面 是有直接证据的 有更直接更强烈的 有摄影机 有完整的DNA 加上现场的没有不在场证明 再加上他在任性自白下 承认了 换言之在这个情况底下 我们没有消息费所做的罪 问题是当这个故事在任何刑罚 不管是财产刑 自由刑 无企图刑 都有可能做出 不正确的故事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要否认法官的专业 我们没有要否认法官的专业 问题是 法官有没有做出百分之百 正确判断的可能性 基本上不可能 即便他的正确性有90% 95% 我们这件事情不该做 至少在如正跟邱昂尊的例子上面 即便他们说 你说邱昂尊跟王幸福 你要把他放出来的话 你的解决力到底在哪里 问题是我方今天要谈的事情 叫做当我们已经看到 国家的司法体系 长这个样子的时候 我们就不应该把 负责应报的这个责任交给政府 我们换个例子想 如果是在一个极权国家里面 我们知道我们要谈应报 问题是我们如果把这个应报的责任 交给这个极权政府 我们觉得怪怪的 我觉得他不该帮我来执行这个权利 换言之 那台湾的司法体系 准备好了没有 至少到目前为止 对方没有 这么支持的态度 用这么有罪推进的方式 来想为法官开脱 我方不认为你有在做任何的反省 跟想做任何制度上面的补偿 我方如果也到这个地方 你用赢报来证明是不可信的 况且在谈进一步的事情是 我方为什么前面要谈陆正的爸爸 就是被害人的爸爸 不断的说这个 maybe是被冤判的人 他应该马上去执行实行 或者是这些民调可能是浮动的 在民方所说的诱导 询问下有不同的结果 这是因为民意是浮动的 他很容易被我们指导 当我们今天证明了 此前的威慧力不存在 有误判的时候 我们今天打赏民众比赛推广出去之后 或者是这些司改会 或者是费职联盟 做更多的宣传以后 会不会民意改变他的印报官 也是有可能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站在 打赏民众比赛的意义 就是我们不认为在考虑国家制度 尤其是刑法政策的时候 我们应该优先考虑民众的印报官 这是我方的意思 所以我说了一个很简单的 威慧力的问题 就是威慧力到这个地方为止 我方认为对方没有是没有证明成功的 因为即便是对方即便的说法 他也是说在 在我方说他那个有保证的资料里面 他回到说我们看台湾的具体数据比较 他说这些人他终于怕死的 回到最前面那个问题 你有没有跟无习除以不可假释 说比较 没有 即便他真的要挑剔说 我方那个反问再建受刑有问题 那对方同学这样比较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证明一般民众 比起无习除以不可假释 跟怕死人呢 很可惜我方看不到任何矩阵 所以到这个地方为止 我认为我们国家 当你面对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不管是从人民的角度出发 司法体系都不该拥有一个不具任何弹性 不具任何回逆性政策的可能 我们不该把这个权利交给司法体系 所以我们认为台湾的刑法 是不能继续存有死刑的 谢谢各位 marketplace 頤对产者 现在大つ大一站后 人在场上方航友无畔意知? 穿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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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是什么 就是 握落财产的状态可以变回没有握落财产的状态 这叫做状态的恢复 所以自由形的状态恢复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不自由的状态 变回自由的状态 跟你中间被关掉多少时间 一点毛关系都没有 那死刑的不可恢复 或不可返还的意思就是 你没有办法从死掉状态变成活状态就这么简单 OK 事情大家 这应该 很久以前你会知道的事情 而且我觉得这应该是最直观会 蹦出来的回答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OK 那其次我觉得回到今天的情况 那正方 基本上是来谈误杀的问题 但是其实我觉得你们的论联阐述之中 其实可能要太分清楚一点 因为有些所谓的误判或造成的误杀 听起来就是 他不见得由照他现在的规矩走 或他该做的 他是没有做到的 那比如说 你在证据上面的要求 或法官的判断上面的要求 这个是他在判案 或是我们在犯案 你不管是检调人员 执法人员 执法人员 等等部分 我们是有民官要求他做的 那他可能没有做到 或做得不好 以至于造成的误判 那这个我觉得你说这叫误判 我觉得听起来是通的 但你提了另外一个所谓的误判 其实想讲的是 你觉得我们当下的 或是目前法体系的罪行判断 未来可能会改变 但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第一个就是在当下的法体系就 actually不叫误判 他完全是符合法律交给他 该做的事情 那如果他中间那些证据的调查要求什么的 跟法官最后所采取的证据都没有错 那为什么第一个他应该被称之为一个误判 那当然他其实牵扯的更远的问题 其实会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会是一个 未来主权永远有可能否定当下主权的问题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就是这个样子 其实你只不用说那个刑法 宪法都可能的 那台湾自己 对当然我知道有些人可能会觉得 不了这套宪法 但是他自己就已经先修了旗帜 那未来可能能终于修现在制限 也是有可能的 可是难道我们会因为讲就是说 所以过去当下的所有法律都错的吗 因为这个已经不是说他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了 你是根本就觉得他那个法律本身是错误 他这样定就是有问题 那其实你就是拿一个未来主权的观点来否定过去的主权 当然啦我也会觉得说 不见得我们都一定要被过去主权拘束 不然就不可能会有修建或再制限的可能性 但这样子是不是一个被称之为误判的事情 我觉得他其实应该被独立出来阐述 他不是不能阐述 但他应该被独立出来阐述 而且其实以实际上的情况就会变成 你这个点在今天的场上 基本上差不多就消失了 你们说话总说的根本也不是在收这件事情嘛 你自己挥上去一下你刚刚的后面三变到街变 你收了这些案件跟这个有关系吗 其实其实也没有 那当然我也觉得就是 反方也不用太觉得说 有没有什么真的是更无变的道理 你就他说外患罪我就只讲一件事情 哪天我们准确状态改变了 你所谓的外患可能就根本就不是外患了 对不对 或者你现在想象的外患行为 该被判是什么样的状况 谁会被判 怎么判我看 是不是这样判 搞不好都不一样 比如说如果我们真的有一天 因为什么样的情况 变成了某个集权政府来统治 不好意思他可能要先练回唯一死刑 懂吗 所以 嗯 好以上只是 跟主要跟他比较无关 那比较有关的 主要还是反方讲的两个东西 一个是威嚇 那另外一个其实讲的是罪责相当 好 但我觉得第一个问题是你们罪责相当 基本上会要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如果你是要用名义来当做他的某个确认罪责相当的基础的话 那第一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好 那再来第二个是 实际上我们的民意是否支持 好 他是两个阶段性的问题 那对于 嗯 民意是否支持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比较没有什么争议 好 正方在讲的民意浮动 他们想攻击的 其实坦白说也不是现状的 已知不支持的事情 而是在讲 他是一个很浮动的基础 你把它拿来当做我们的立法基础 很奇怪 或是判断罪行的基础很奇怪 那中间其实还有一个是在讲说 有文化脉络的问题 但是反方的政法 坦白讲 你们并没有真的在证明什么文化脉络的问题 那当然说 中暴文明会有在 杀害执行血清尊金属 会加动起习 一样 如果你要证明这是OK的 一样是两个标准 首先第一个 就是文化脉络应该被当做一个立法的基础 其次 就是我们现在的文化脉络 确实仍是如此 那 第一个部分就是文化脉络 为什么值得当做一个立法基础 其实就只有你们讲他值得 有没有任何的捕述 其实没有 而且你们的作法就是现在 你们认为有 因为那个文化脉络 所以各国会有不同差异 那其实到底有这个差异 是不是因为这是什么脉络 其实没有多几次 那正方的态度 其实也蛮简单的 他就是觉得 这个基础本身也不可靠 因为法界人士 就有很多的意义 就觉得说 你这个到底有多轻害什么法义吗 好像也没有啊 你没有多轻害法义 你怎么加动起血 那这个部分我认为 其实反方没有再更进一步的回复 所以对的相当部分 我还是会以民意的来看 那对于威嚇的部分呢 其实正方的做法比较简单啦 他们第一个就是先卡件事情 那你到底 有没有跟我们提到方案比 那如果没有的话 你们就会觉得说 实际上两方的微荷益差距 有没有你们想象这么大 其实可能是没有 那 关于这个部分 的确反方是 没有任何一个人的资料 是在讲这件事情 两个人的比较 那接下来就只是 大家对于中间的一些东西 在做拆解 但是 大家对于量化资料的使用 我不是说还是觉得很问号 比如说 大家在针对 样本数 或样本够不够 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因为 样本数一般 如果是统计上在讲这个词 它相对于 印的是母体的问题嘛 那 它要讲的事情是什么呢 它要讲的事情是 在样本够够不够 是样本 观察到的状况 能不能够回推是用母体也有这个状况 而不是在谈你的自变数跟一变数之间的 关系有没有被建立 这是两个层次的问题 因为 比如说大家想讨论这个问题 那第一个就是 判死刑 对于犯罪率 或者特定的犯罪率 有没有改变 这个问题的层次是自变数跟一变数之间的关系 它有没有共辨还是无关 好 那 一般在谈到样本数的时候 讲的是 如果我们采用的样本 有看到这层关系 但我们想要回去推论的母体 能不能够证明这件事情 比如说 我在某一个州 发现了判死刑局否 跟犯罪率变动有关系 我能不能够把它回推到整个美国 也有这样一个现象 这个叫做 样本数不足的问题 如果你是在建立 次变数跟一变数的关系 其实我其实听不出来 本身跟样本数不足 有什么 太大的关系 那第二个就是 就算你要从 样本回推母体 第一个就是 它到底要多少样本数 统计上面有非常多的玩法可以搞 当然 民调的话 很多时候大家会听到一个 差不多一千出头的数字 可是那也只是 你在 采用一个特定的统计方法 以及你要求的特定的信心水准 什么叫信心水准 意思就是说 我有多大的把握 可以告诉你 样本有这种情况 代表母体有这种情况 然后它相对的 会是个信蓝区间 就是 它反映过去的时候 样本的这个变化大小 多大的程度 会反映到母体 那叫信蓝区间 那当然 那个是 国特定的水准 但其实统计上面 也有所谓的小样本 你用不同的检定方法 其实 真的不用太多 30就好 对 那个 其实根本就不需要太多 甚至你用更少 它用不同的检定方法 也可以做 所以我觉得 真的要先非常注意 你们今天在讲的 这个有什么问题 其次是 你们的某些因果推论的问题 比如说 当你反方 你都已经直接跟大家讲说 其中一个证明死刑 危惑的方式 是因为它可以 减少残忍的方案手法 那我就蛮好奇 这个是 你针对谁的调查做出的研究 你不是也是针对犯人的调查做出的研究吗 那 你到底为什么会之后 回过头来 去挑战正方说 你去问犯人 你怕我怕被关 这很奇怪 这跟罗警就是一样的吗 你不就是在证明说 对他一样 那或者是说 反过来 你在讲那个熟视犯罪的问题 当然 我觉得 场上的 资料说明 还会是有一些 需要再讲的地方 不过以场上呈现的状况最简单的就是 如果照你说的 理论上死刑 应该是对熟视犯罪的杀人 会比较有贺阻力 那台湾是有够多 对啊 台湾还七成主要是这一种 那 到底他说明了 什么事情呢 当然我们最后截面是推到一步 是说 他可能会变得更多 但 说真的吧 就是 你都要这样 变多是可以变多多少 七成五月有多多 而且第二个就是 你要想一件事情 你的这个变多 一样 你讲的是 什么样的变多 是指案件数的变多 还是指 在犯罪案件中占的比例的变多 就是有些人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那个没有死刑之后 比较不想去杀不认识的人 就变得比较去杀认识的人 对 这个变多 因为如果你就你的 前沿的那个数字 他讲的是 占犯罪案件的比例的话 那直观的对面下来 会变得是这个样子 就是他在整个犯罪案件的比例中 占的变高 但是大概在总数变多 这都是一些 我认为很基本的问题 那 对于民意的部分 你们虽然一开始曾经有一个讲法 是想讲印报的减少可能会带来为何的减少 但是我只是有答给你听到一句 后面并没有再任何的辅述 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民意的部分能不能够作为一个支撑死刑的依据 那你们最后的讲法 是收到说 你们认为应该用司法体系来作为这个权盒 因为你认为他们是可以在两者之间把握的好 把握执行他们的权力 跟回复民众的法感情 那其实正方的说法也很简单 就是你们对于这个体系不是那么的信任 因为你觉得说他们在执行他们的权力的时候 不是想像的 你们输了这么的严谨 那这个东西就回到对于误判的解释上面 以及你们对于多份 也没多份 两份 而且其实还蛮后面才出现 对于判决书里面的状况的理解 那我觉得这边有一件事情真的要先注意一下 就是如果大家真的是想往这个方向打 首先第一个 到底司法体系应该有什么样的职责 或者是政府执行公权力应该要有什么样的职责 的这件事情 我觉得应该先说明吧 虽然反方的确在之后你们的说法是 用觉得场上对方回复的方式都很偏向有罪推定 来说你觉得他没有做他的职责 不过什么 第一个应该先说明的是 那国家执行公权力他应该要有什么职责 对不对 而且其实如果你能够解决这件事情的话 即便他威吓有这种成功 你还是能够拿误杀去跟他比 对不对 因爲什么叫做威吓下降 就是国民更有可能侵害国民的权益 那什么叫做误杀 就是国家侵害国民的权益 那你作为国家你优先应该阻止什么样的事情 如果你可以解释清楚国家的职责 那就简单了 但我觉得今天情况比较像是 你透过中间对于案件的状况来描述说 你认为国家在这时候没尊重到他的操守 觉得他比较有罪推定来刑诉让裁判去感受这件事情 但我觉得中间还有很重要的东西就是 为什么这个叫做不OK 因为我们会在要求证据的时候要能够超越合理怀疑 不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所以你才会觉得说当双方都可以有一套合理说辞的时候 没有直接证据的时候应该是司法底细没有做到他的执手 因为他有一个要求叫做超越合理怀疑 这也是在无罪推定上面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无罪推定他不只讲了谁该来做矩阵 也包含了他举证程度要到什么程度嘛 所以这些委权也是非常基本的东西 那最后对我来说 我只能靠中间的刑诉让我去感觉到 国家是不是一个适格的去权衡这些东西的人 看来在死刑上面相对不是那么的适合 所以我只能用这个方法判了一份的论点来证据 再我觉得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在进入资料处理之前 我觉得可以先优先确认一下 他到底应该证到什么样程度的问题 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件事情 就是这猫管讲这么多 他尊重直下讲一件事嘛 就是国家执行工学就不可以误杀嘛 对不对 你就不接受这件事情发生嘛 那你就不接受警察用枪 警察用枪管弄的误杀 警察用枪管弄的误杀 警察用枪是不是执行工权运使要造成的误杀 如果你不会因为这样就觉得说警察通通不准用枪 你的做法一定是去 比如说在他枪械的管制上面做得更严格 对不对 因为你有可能是误触走火嘛 所以他的枪管制要做得更严格 你的用枪时机要求更严格 比如说你原本只要先鸣枪一次 你可能要变鸣枪两次 或者是我们会在要求他打地方的时候 对不对 你不能够打 比如说这些 你可以打大腿 可以打手 好 因为打了 可以直接用操他移动 也不是 或者是你周边的封锁线要拉得更紧 免得真的帮打来的看戏的民众 如果就 就中 对不对 那为什么你对于 国家执行公权力 可能发生误杀的情况 在警察用枪的态度上是彼此 对不对 而且其实说真的他所有东西一定都比司法体系更松散 而且他在执行状况的时候都更紧急 他都要拔枪都已经是更紧急的情况 理论上误杀几率可能是更高的 那你为什么会觉得 我命不因为这样就是让警察都比较有强 是不是你觉得因为他要去维护社会的案件 所以我觉得优先先去确认 到底双方该证到什么样的程度 或你对这个价值的保守到什么样的程度 会对你们后面那我资料出到什么程度 以及我应该收到哪里 会蛮有用的 因为大家其实很常碰到一个情况 就是你们硬要把对方的资料全部给拆完 才会觉得说我这个点可以放过去 可是第一个通常你这样后面就没有比较时间 没有真正好的一个完整的比较时间 把你后面的理论基础讲清楚的时间 第二个就是 你在每份资料都要我们这样拆 就很容易让评论听起来 其实很多份之间 关系怪怪的 反而可能 增加你疏漏的机会 那我一向是觉得 我们在基础先做好 先确定我们状况可以接收到的边界在哪里 这样子会对你后面牢定乎 我每个工房应该走到哪里 会有比较大的质盈效果 那以上是我对他们的连害了吗 谢谢给我的分享 不好意思 请问一下哪位在哪里 最后为我们留下一番发声赵教主 OK 谢谢 谢谢赵丽夫先生的讲语 接下来请参加女士为我们进行讲 主席底下财官双方便士大家好 那死刑是一个很经典的题目 那因为我今天才来评 所以其实今天的内容 让我有点失望 就是各位的表现 我不知道是不是 已经打到第三天了 有点疲乏 还是你们论点设计吧 就是这个样子 那为什么我说死刑可以是一个很精彩的题目 因为它其实可以是一个价值性面题 你可以把它打成纯价值性面题 那你如果把价值的层面讲得够好的话 其实今天的很多的非常细节的东西就不那么重要 有点像刚刚赵丽夫讲的啊 就是你在检证资料的时候 如果知道你何去何从的话 其实你就会知道什么时候收手跟重点 那个小节要下在哪里 那我觉得今天双方就是有点迷失了 就是你们我不知道是不是这边在哪切来切去 所以有点觉得阿斯金打了就这几个点 然后就那几个资料 就那几个漏洞 所以我就这样 那因为我最近常常都是比就是比较后面的 就是决赛或转决赛的比赛 我其实常常看到便是出现这样子的盲点 就是你打到后来只是已经忘记这个题目一开始的初衷了 我等一下会讲说这个东西在说什么 那所以也特别提醒 尤其是各位你们等一下如果进到决赛的话 决赛是一批新的惨犯 那他们不会知道你们过去两三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所有的攻防所有的论点 该讲清楚的都要讲清楚 不然会非常的奇怪 那因为今天时间不多 我直接从我的跟我觉得的重点 跟我最后的平常标准来讲 好首先是正方开的战场 正方就是打你们觉得国家的司法体制要有一定的制度 然后一定有漏洞 所以死刑就是一个会误判的 然后不可回复的一个制度 然后接着你们 你们当然举了很多例子 可是我觉得老实说 陈大是一个传统的强效 你们的依编稿真的可以结构再稍微完整一点 就是我刚才讲的你们的那个对于价值的堆叠 也就是到底为什么不能误判 其实不知道 你们就直接把误判当成一个弊害 开始打下去 然后就举很多例子 但你们举的例子呢 很多资料又不够完整 就是你们的 你仔细再回去看你们的稿子 就是你的例子里面 又是以价值性命题的方式 就是在堆叠很多的个案 他其实不是那么严谨的在驾论点 因为死刑是一个很经典的研究 即使是在法学的领域 也有非常非常多的研究资料 那当然我不确定中文有没有很多 但是总之它是一个很大的 被讨论的题目 他应该会有一些结构性的 比较系统性的研究 去讨论误判发生的样态 而不是只是一个一个的个案 那今天很有趣的说 正因为正方的一变稿是一个一个个案 本方天上来挑战误判呢 就一个一个跟他拼了 那这个我觉得你们真的是注下大错 因为你怎么可能 在一轮五五次的比赛里面 一个一个跟他拼完了 你其实可以大方的说 就算是误判 那也是我们为了系统性 要承受的一个弊害 就过去 就是我刚才讲 你如果价值墊的够高 你为了保护更大的大众 或是你好好的去维护 你那些威吓犯罪的资料 误判就只是一件小小的事情 虽然你大家会觉得很可怕 就是那个场感 就是你可能 我猜你们之前遇过 就是把误判讲成严重的 所以你就害怕 觉得误判一定要拆干净 可是你冷静点想 误判不可能一个一个跟他拆干净 误判就是一个会存在的事情 任何事情 就像跟赵益夫讲 警察拿枪也是可能会有问题 那因此我们就不这么做吗 不是吗 一定有更高的利益 那就今天反方的攻击 我就觉得很有趣 就是你们就跟他拼了 然后一个一个讲 但是那如果今天正方举了十个 你要一个一个要讲完吗 那也还好今天正方有趣 你也跳到他的陷阱里面 就说那你举一个真的有误判的 我们来讨论吗 那你真的只举一个 然后你们就针对那一个去讨论 我就觉得很有趣 就是应该有的是 其他对你们更有利的 别的是真的已经知道是误判误杀 已经下去的那些案子 那你们拿来讨论 搞不好今天战场就轻松一点了 但没关系 总之今天发生了就发生了 那我觉得反方今天 大概有一个立场 我觉得蛮聪明的 你们讲说误判也不代表会误杀 那这可能是两件事情 就是你们试图要切除了一个战场 就是要说即使误判 但我们的司法迷信还是是完整的 那他不一定真的杀了 所以你看那些 你觉得那些人不就还活着吗 然后就是正方就说 但是有些人已经死了 然后就所有工房就停在这边 就我觉得超级可惜 所以误判 我的判断就到这边 就是一些很奇怪的讨论 老实说我觉得都可以再更好 因为一定有一些结构性的东西可讨论 不是只是一个一个个案 甚至其实对正方来说 你们可以讨论国家 到底能不能有开这枪的权力 回到一个比较价值性的讨论 就是我们对于我们国家的司法理系的想像是什么 这其实是有开展空风的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这个周末就昨天 我才刚从文莱回来 我去文莱 然后在文莱呢 你如果偷东西 不会死刑 但你会断手断脚 这就是他们对应报的想像 真的断手断脚 就是literally把你的手砍掉 然后如果你犯了通奸罪 或是你是同性恋的话呢 他就会用传统的丢石头的方式 就是去处罚你 然后就是也有边形 就是各种各种各种样貌 就是你知道一个国家 对于司法体制应该要讲是怎么样 这个东西你说它理智吗 它符合法权判断吗 什么都完全不是吗 但是它的国家就是这样给你做的 那台湾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其实是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显得 好 然后接下来回到反方揭开的战场 关于威和力到底有没有威和力 那这也是一个很经典的讨论嘛 就是这个题目已经打了几十年了 从我20年前就在打这个题目 那其中一个很经典的讨论就是 犯罪的人到底会怕终身监禁呢 还是会怕死刑呢 那今天反方举了一些例子 包括他可以喝谷犯罪 然后你们从访谈犯罪者 有一个职性的研究资料这个我听到 然后可以降低犯罪的程度 就是他只要想到有死刑 可能本来要杀四个人 现在就只杀一个人去拼拼看 这是你们的想法 然后由统计的资料显示 可以降低犯罪率 那老实说我觉得你们今天这个稿子 其实还蛮完整在讲说威鹤立这部分 然后再来你们另开了一个战场 就是说要罪则相辅 来勿告这个部分 那我觉得因为今天这个不是 我认为有意义的一个讨论 因为你们都讨论太浅了 所以我们就回到贺阻犯罪这个部分 那我觉得贺阻犯罪很有趣的就是 各位都是大学生 而且都是资深的辨识 你们讨论资料 使用资料的方式 真的太粗糙了 就是可以稍微冷静一点的去仔细看 对方的资料 因为你们也充满了 预设对方的资料一定长怎么样 所以他一定是怎样 就开始往下讨论 但其实你知道 底下裁判是一头雾水的 那今天有一些 我觉得逻辑上很精彩的讨论 比如说反方说根据美国 我不是很确定我超的对比较 根据美国的降低犯罪率的资料 此行的存在很有机会降低 针对熟人的犯罪 那台湾呢 又是熟人犯罪特别高的地方 所以你们把两个拼在一起说 死刑是可以嚇阻熟人犯罪的 那这个底下才会拼得很磨合 我觉得我大概有听得懂 你们大概是用这个逻辑弄在一起 那这个逻辑扣得很好很漂亮没有错 不过你们马上就面了一个挑战嘛 就说你一个是讲美国 你这个是推论 你这样到底可以吗 然后就一团混乱之后 就忘记要再把这件事情讲清楚了 我觉得有点可惜 虽然逻辑上我不知道 为什么真的是这样 但是它是一个在辩论场上 可用的我觉得扣得算紧的一个逻辑 那今天正方的回应也蛮漂亮嘛 就说那你如果这个逻辑真的是对的 那为什么台湾熟人犯罪还比较高 那这个问题问得也非常好 就是逻辑上也是正确的 那很可惜 反方就没有办法再举说 假设废除了死刑 是不是这个东西就会变高 那我再猜可能也有困难啦 我只能说这是一段精彩的逻辑上的讨论 这就是我们死刑辩论的地方 就是有各种可能性可以去凑在一起去碰撞 然后再来就会讨论说 那关于美国的那个犯罪律的资料 说美国的样本数太少 那我的想法基本上跟教育法差不多 就是样本数太少 对于一个研究的影响 没有像你们讲的那么简单 不然样本数 就是因为那些数字各个案数太少 它不是样本数太少 因为就是一年执行死刑就那么少 所以你能研究的对象就那么少 它不是一个研究方法上的谬误 但它是一个结论上可能会浮动的一个状态 这个是正方试者要讲的 然后有说那又不是台湾等等的 然后好 所以这个是关于那个研究的统计 我觉得就是后来其实没有什么 太重要的结论 因为大家都没有想要再很认真的去回复了 然后再来一个是调查 正方指出来的例子 调查说民意可不可以接受终身监禁 这是一个 然后再来是有75%的人是会怕终身监禁 这个是正方试图要拿来回复说 终身监禁的威吓力可能不会小于死刑 那我觉得这也是都没有什么结论 那反方当然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就是关于那个民众可以接受终身监禁 然后你就问说那个问题是怎么问的 我完全有听得懂你的意思 就是意思是说这个问题的前提如果是死刑 非废除不可 然后你的第二选择是什么 那这个时候终身监禁当然就可以接受 所以你们不觉得这个东西有证据力 不过相对这个举证责任就反过来 就会在提出这个假设的人身上 就是是反方要去逼他把资料交出来 说你的问题到底怎么问的 这个回应对我来说才会有效 不然举证责任其实还是在你们这边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那相对反方有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就是关于75%的人说的重刑犯说 他们会害怕终身监禁 他们尼可死也不要关在里面 反方问的问题其实很好 就是他说你问的是那些已经正在受害的人 他们在那个当下感到痛苦 所以他会回答他害怕 这个好像也是个可理解吧 就是外面的人可能不会知道监狱里面有多痛苦 就是我觉得这个逻辑上你问的这个问题是对的 不过同样的你也只是问了一个问题 人家是一个资料 就是对我来说逻辑上很聪明很棒 可是你如果没有一个相应的资料 可以来对抗的话好像又可惜了 那所以对我来说讨论就停在这里 就是那个资料 其实有很多很精彩的资料 跟可以接续讨论的地方 但是比赛好像都没有再继续往下走 所以有一点可惜 那所以最后的结论 我其实一直很期待 有没有人可以在最后结辯的时候告诉我说 即便这些散点的存在 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选择 但是今天真的没有人做到 所以我的论点分析一直到结辯完 结辯完我才判下去 那我最后觉得 我是很不情愿的一点点觉得 也许误判可能存在 因为那几个个案 你猜就猜不完嘛 就是都在那边 所以可能会有一两个人 被我们的国家误杀了 然后相对于贺阻力这部分 我觉得比不太出来 因为中间真的有一团混战 那反方有点可惜是没有跳出来 然后再把战场再整理干净说 我的资料到底站得住脚是哪边 就是你仔细想想 其实正方对于你们资料攻击 都是long way no offense 就是你们就是 闪点的打打打 有机会就打 但是其实 关于死刑的威吓力 我相信其实是可以有更完整 更有结构的一些论述 可以让你们不怕被散弹攻击 但是我觉得反方今天没有做到 所以你们在正程威吓力这部分 就是几乎没有成功然后再相对于 我觉得误判的个案是有 你从一开始就被抄下来的 所以我真的是非常非常不情愿的 把论理分数判了一点 也不是一点 因为对我来说政策金领就全判 所以我就是很不情愿的 把论理分数都判给了正方 那以上是我的今天的讲评 谢谢 谢谢 谢谢参加女士的奖评 接下来我们请郑秋花女士为我们进行奖评 OK 好大好双篇手好 我尽快说完 让大家可以去准备决赛 好是这样子的赞比赛 所有打啊 所有打正方的同学在一起来都会跟我们说 你这个就是误杀 你这个就是误杀 你判不对 判不对永远正好很多时候追过我家 你没有直接证据啊 我们要看直接证据啊 什么叫做直接证据 你知道吗 我告诉大家一个案件 在马来西亚所有读法律的学生 必须要学的第一个很重要的案件 叫做Sunny案 那个案件是男朋友带女朋友去潜水 女朋友沉入海底了 再也没有浮现上来 然后男朋友被判的死刑 马来西亚的死刑是吊死的 没有死体 原因是男朋友在带女朋友去潜水的时候 女朋友是一个潜水的新手 男朋友带女朋友去潜水之前 帮女朋友买了一个巨额的人寿保险 然后在女朋友死了你多久 她就去提款 然后法官说我们很多时候判一个案件 不需要直接的证据 当所有的环境证据可以连串起来 达到一个我们认为不会有其他可能性解读的结论的时候 环境证据可以证明一个人确实犯了罪 而这个犯罪我们在法律的概念说可以beyond reasonable without 所以很多编手站起来不会讲说 欸你一定要直接证据 握到哪门子直接证据 柯南小处里面那么多都没有直接证据 在你们的判处里面直接证据就只有那一个 当天光天化日目击者 然后有一把人哪就刀去乱捅的人 才会有所谓的直接证据 好吧 所以对我来讲这些攻击很无力大 我所谓都是场上变手自己要去交锋的 拉夫人在这样的比赛 我跟大家的看法一样 我到最后很难很难很难的下巴 很不情愿的下巴 判了一分的这一个论点分给了正方 但这场比赛的分数表是哪一个我不知道 场上很多交锋 我个人认为这样比赛你们等一下去打决赛来 我不想打击你们 我觉得如果来到了这个环节 怎么可能我们对于变体跟例子的掌握那么薄弱呢 我不需要你们讲我已经知道了 我们就按到最后就是有一个行求毕宫的 这一个案子 行求毕宫的证词 有没有行求毕宫的证词 法官最后采纳的是没有行求毕宫的证词 但是在案结束里面一直重复的去refer回去 之前有行求毕宫的那一个判指 这是我平了三场比赛就可以得到的经验组 怎么可能大家打了这场变体 十多年历史都没有掌握清楚呢 好不要打击大家好回来 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 正方同学讲的东西就是 我们会有误判的东西 误有误判你们讲了一个 我认为不是很强的正方的开框架的方式 你们说因为人有主观相信 我们如果你们一直用一个我觉得什么偏见的字 我们很简单的理解 就是如果人觉得你是这个嫌疑犯了过 就会戴着有色眼镜去挑战你 最后就会判你 就这么简单 ok 反方同学说你们班正方同学今天在政策里面提了一个 我觉得很勇敢的点 所有的正方都会跟我们说 我们无期徒刑可以假释 正方今天很勇敢说无期徒刑不得假释 但他为他的不得假释留了一条后路 如果有一天社会认为没有问题了 想要把这些事情求罪化 我们就可以把它给放出来 我们就给我举了一个支票的例子 反方同学在这里讲什么 反方同学一开始我认为你们是开得相当的妙的 但这个妙最后卡在你们无法自重 你们反方同学在这边讲的时候 我觉得正方同学一直没有听明白 反方同学讲的是 台湾有台湾犯罪案重刑谋杀案的特殊性 这个特殊性是大部分的谋杀案都发生在亲属之间 而这个亲属之间根据他们的调查 为什么死刑的威慑是存在的 我一直有把这个死刑的威慑对于这个亲属的存在 一直都判给了反方 一直到最后一轮的生论环节 我相信你们自己也有意识到 你没有办法解释 你没有办法解释 为什么对于亲属来说 死刑他们有特别的威慑 这中间的逻辑面我听不到 我只听得到 如果我们今天废除了死刑 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出来杀亲属 这个我可以接受 那为什么死刑对于亲属之间有很大的威慑 你没有办法给我因果上的解释 很简单啊 也许你去思考一下吧 杀陌生人可能很多是变态对吧 也有可能是激情犯罪 他们没有思考 但要杀你熟悉的整天人 杀你的亲人 他可能是翻覆仇恨的叠加到有一天要爆发 这个过程有沉淀有思考 所以死刑会被你考量在内 所以他有威慑 你至少必须要那么解释 不然我觉得这些话你会太不论了 所以这个点最后我没有办法判给你们 那你主张要保留的很大的原因 我认为在正方的空间底下 他的不得假释跟你的死刑 都可以达到永远隔绝的后果 除非反方这时候再给我补一条 我们认为的报应论 不仅仅是永久隔绝 必须一命填一命 但你们没有来到这边 除非你跟我很刚的说 我们就是认为有一些人 他就是该死的 让他好好的活着 用我们公家的纳税人的钱去养他 我说不过去 在里面好吃好吃 我们台北车站 还有那么多这一个街友呢 我说不过去他就是这样死 我觉得OK 那你可以有一个没有办法 你重成了这个利益 对比他们今天很含糊的误杀 我愿意判你 但这样比赛我觉得很可惜 都没有 所以大家都打狐了 最后我觉得在误杀的层次上 我认为我还可以勉强判一分给正方 所以论别的判了一分给正方 好 最后我讲一下 为了我不知道谁会赢 为了帮助大家 我觉得在下一场表现有可能好一点 我分享一下 我认为我觉得这样比赛 我评论那么多长 我觉得正方开导最好的方式是这样的 你们必须从科学的角度和客观的角度去讨论 为什么结构之上误杀是不能被避免的 例如你们去找 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我之前超到的就是 子弹口的弹道分析曾经认为都是觉得没有错的 后来分析会有错 DNA的传达一个人如果跟一个人握手了 我会把他的DNA传达到这把刀之上 然后这把凶器就会有我的DNA 虽然我没有杀过这个人 这是你们可以用的例子 还有包括客观上为什么肯定会存在误差 不是说有人要害那一个被告 是人的记忆会出错 他可能认错人 他可能看错人 所以他指证的时候会出错 这些都是我们认为在客观上永远误判 会存在空间的原因 这是制度上你们可以去讲的 我再往下你们才去讲你们讲的 整个司法体系的主观判断 法官如何由于一个我们认为 相信了这个人是一个犯人 之后以这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去调查 然后会不会佐证不断加强这种偏差的认知 你才可以完整化所谓我们认为 物杀是永远不可能被削减至零的可能性 你这一点才可以成立起来 OK 反方同学我知道你们会不会晋级 如果反方同学会晋级 我认为这场比赛 我不知道为什么所有的正方都爱打物杀 我从来到变体的那一天 那一天起我就认为物杀是一个很弱的点 我如果打反方 我肯定会打变动成本 我肯定会打 那你觉得物杀成本很高 我就永远只把这个死刑 用在那一种证据确凿的案子里面 就是那种光天化日被毕露电视 拍到自己指证的这些毫无悬念的案子里面 我就杀他 因为他就该死 因为他就符合我们人民的正义观 因为立法特地就应该贴近民意 我现在不是讨论司法要不要引导民意 这些人就应该一命贴一命 难道你要原谅这些人吗 哎呀就居然又到点了吧 对吧 所以那时候我的世界既没有变动成本 又符合了人们的正义观 那不是很简单吗 政府还要有很大的变动成本去说服民众呢 好以上是我对这样比赛的看法 进到决赛的朋友们加油 谢谢郑秋花女士的奖评 最后宣布比赛结果 首先声明评分单的顺序 跟评审的奖评或做事无关 第一张评分单正方85.5分 反方79分 胜方正方 第二张评分单正方124.5分 反方117.5分 胜方正方 第一张评分单正方87分 反方82分 胜方正方 恭喜成功大学以3.0获胜 本期宣布本场比赛正式结束 我们请参加美式替我们颁发盛藏奖金 盛藏奖这个人吗 谢谢 好 看这边 好 三二一 再一张 好 三二一 好 谢谢 感谢大家的参与正方比赛正式结束 加油 来 来 三三个 一遍 掉的 三个到处 好 没 回事 来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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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车 好 这 这 这个包包 好 非常 这个 这 这个 那是说我 我给大家吃了 我给大家吃了 那些多了 就像您的拉吧 他的右边的手 臂探 然后打到地上的时候 那个时候 那只有四个人家才 就吃了 它有什么 我們一直在酸 為什麼要吃 我們要 嚇死我 嚇死我 今天要跟他合作 這次是一個人的 這個人的 是一個人的 看看也沒有 有一個人的 他有抓到看紅茶的 一定會有 我來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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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直接在自己 你沒有幫我吃 他就很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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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問到一個字 問哪裡 你不要 對 我們來當畫幾包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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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聽不講很好 就是 超級 他就把他 這樣做 所以今天長官改了 一個故事 不能夠證明 這個故事 要誤判 而是 但是 很多合理的故事 並且把 複合理的故事 成功了排除 這才就是超越合理的 哦 哦 那如果 我方先生也可以說 任何一個合理的故事 這叫做什麼 這叫做有第二個可能性存在 這個可能性裡面 他不是犯人 這就是要做 這才叫做 你要超越合理的 這才叫做 你說 收錄式的情況 對不對 好 對啊 嗯 就是 呃 裁判面對的 誤判那個 那個論 就是 所以 我的意思 我覺得 藝術當中 那個 就是超越合理的 意思 那 我們現在採用的 策略 超越 特別看 是 總統